第三百九十集 荣慧山之所以能跟谢友邦过八年 一来是他抓住了他的软肋 知道他为了家里可以忍气吞声 二来他需要一个好老公的角色 不光是为了营造事业上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掩盖他不能生育的引擎 大家互取所需 各自捏着对方的把柄 只不过荣慧山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场合下 失控戳穿 把他最不能触碰的逆鳞搬到台面上 谢友邦以为自己吃定他了 他的家族就是他最大的软肋 没想到他会为了勤战 连家族利益都不要了 荣慧山对谢友邦说 你有病 我比你病得更重 光脚不怕穿鞋 你别逼我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谢友邦死死地瞪着他 一言不发 秦峰刚下飞机就接到律师发来的消息 内容是谢友邦不告秦湛 他已经办理了接人手续 秦峰马上把电话打过去 律师接通 秦先生 谢友邦不告阿湛 他有什么条件 应该是谢他的那边跟他商量过 谢友邦先前叫人进警察局把谢太太接走了 没多久 他助理来警察局说谢友邦不告 秦峰思寸的片刻 他们在哪儿 律师说了位置 秦峰刚要挂电话 手机中传来秦湛的声音 将其手机关机 你知不知道在去哪儿了 他应该在飞机上 秦湛微顿 紧接着说 他来问我活了 嗯 秦湛烦躁 不是让你跟他手不让他来吗 腿长在他身上 我能管得了他去哪儿吗 顿了下 他继续的 你要是不想让他来 别把自己搞进警察局 秦湛不出声 给爷爷打电话了吗 嗯 出来打 爷爷说什么 打得好 秦峰坐进车里 问细节 秦湛三言两语的说完 你跟小敏解释清楚 他是讲道理的人 他不会跟我生气 我怕他担心 卉山 没跟你们在一起 秦湛沉声道 没有 我跟他通了电话 他让秦湛跟西游邦谈离婚 他有西游邦的把柄 别再让那个杂碎伤到他 他之前从警察局走 我派了几个人跟着他 有事会给我打电话 必须离 我让你们一走 他更没好日子过 秦湛憋着一口气说 他家里就是死人 他要离婚 跟家里打过招呼了吗 秦湛沉声道 就是荣子昂 正在港湾的路上 荣月和樊美生 对他不好 荣子昂还可以 最起码不会在这种时候 给他压力 让他忍气吞声 继续跟谢友帮过日子 谁敢说一句事实 若是看到荣慧山 那样的一张脸 还能视若无睹地 说出这番话 外人都诸狗不如 如果是自己人 只能说是丧心病狂 秦湛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你把人家摇钱树给砍了 等着吧 回国后事情更多 秦湛正愁 一肚子恶气没出仨呢 我等着荣月来之后 这些年他仗着荣慧山 跟大家的交情 明明暗里 找得不让便宜 自己先没说 赶紧来 我自己可能换了这笔账 我们毕竟不是 慧山家里人 也把事情搞得太强 让他在中间难做 秦湛哼了一声 这帮人都在替 荣慧山抱委屈 只有荣家 把他当货物 当机器 卖完了就拼命地压榨 只在用到他的时候 才把他当成女儿 荣慧山从不说 一句委屈的话 从来都是过得很好 早些年 秦湛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时 还会给他打电话 提醒他注意点 他嘴上硬着 怕是压根就没往心里去 他要求这些友邦提携荣家 自然要伏低作小 只是没有人想到 荣慧山不仅过得窝囊 西友邦甚至不把他当人看 温哥华这边 已经陆陆续续地开始来人 最先来的是秦峰 随即是欧阳清 荣子昂没在国内 也是从其他国家临时赶过来的 人越来越多 秦湛心里想的 却只有敏江西 敏江西在国内 28号早上得到的消息 中午就坐上了 飞往温哥华的飞机 国外比国内慢了9个小时 所以他到温哥华的时候 依旧是当地28号 时差原因 上下飞机都是白天 敏江西在飞机上没合过眼 也没怎么吃东西 下飞机的刹那 有那么几秒钟 人都是猛的 江东侧头道 没事吧 要用脑之前跟我打声招呼 别回头磕着碰着赖到我身上 敏江西实在无理跟他吵嘴 低头开机 江东刚摇出声 只听见非常熟悉的声音 西宝 敏江西跟江东同时抬头往前看 他们坐私人飞机来的 此时还在机场内 敏江西没想到 会看到让他提心吊胆了几十个小时的人 那人大步朝他走过来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直到被熟悉的双臂烂尽怀抱 秦湛用力抱着他 拍着他的后脑 丁声念叨 没事没事 别担心 我没事 一股强劲的酸涩涌上 喉咙声疼 鼻子也疼 敏江西闭上眼睛 紧咬牙关 一声不吭 秦湛心疼死 不知说什么话安慰才好 他让他担心了这么久 又飘洋过海的来找他 说好了 等他回去呢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别哭啊 鸡胞 秦湛软身红着 江东站在距离他们两人不到一米的地方 微微侧头 一眨不眨的看着 墨镜背后的眼睛里充满着难以置信 一记荒唐 恶心 鄙诗 秦湛一直在说没事 敏江西一言不发 江东忍无可忍 出声道 我有事 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别人的感受 我想拖 秦湛抱着敏江西 眼皮一掀 满眼冷意地盯着江东 嘴上却温柔地哄着敏江西 这幅场景令人偷皮发麻 秦湛 我们先回去 秦湛拉起敏江西的手要走 他吞眼口水 睁开眼 侧头看向江东 一起走吧 江东双手插冬 傲娇地空闻道 你看他那态度啊 你在飞机上也没吃几口东西 我请你吃饭 江东撇见秦湛 敢怒不敢言的一张脸 心里高兴了 面上不动声色地说 看见脏东西倒胃口 我约了人 先走了 这话是曾经秦湛骂他的 江东说完 大步往前走 跟秦湛擦身而过时 故意留步 转头对敏江西的 有事给哥打电话啊 本没指望敏江西回应的 他还真开口说了句 知道了 你小心点 我又不是一些智障 搞得进局子 秦湛摇着牙 滚 江东挑衅地 对敏江西挥了挥手 秦湛紧紧地 牵着敏江西的手 不等他出声 隆和尚没事吧 秦湛对上他的目光 感觉不出他的喜目 猜到肯定是江东说了什么 如实道 他老公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家暴他 被我们撞着了 他现在叫了家里人过来 准备谈离婚 三言两语 把来龙去脉 解释清楚 事情弄成这样 他老公敢善罢甘休 我们这么多人都在 只要荣惠山想 荣不得他老公不同意 他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没离婚 你小心他老公在背后摆你的 我等着他来找我 就怕他不找 敏江西没出声 事件微垂 秦湛健庄 马上问 生气了 敏江西摇了下头 没有 秦湛小声道 又撒谎 明明就生气了 真没有 对朋友 就是要两肋插刀 更何况家暴不能忍 如果是我朋友 在报警之前我也会狠狠打他一顿 那你笑一下 敏江西米的敏唇 笑不出来 怎么了 可能还没缓过来 过一会儿就好 秦湛再次抱住他 低声念着 对不起啊 没事就好 让人从商务通道出去 上了路边停靠的私家车 他拿出手机给身边的人发消息 一来报平安 二来知会大家秦湛的情况 让他们不用担心 秦湛瞥见他跟敏捷的聊天夜面 国内已经黑天 敏捷却是秒回 他心里不是滋味 以前想干嘛就干嘛 谁也不顾 也不在乎别人是否会担心他 可现在 上到怀孕的敏捷 下到成双 陆雨池那群朋友 大家都在默默的关心他 敏江西给秦佳定发了微信 别担心啊 我跟娘说在一起 他活蹦乱跳 毫发无损 等你们回来 有那么一瞬间 秦湛觉得敏江西说他要给秦佳定树立好榜样是对的 哪怕他这次打架理智了很多 也合情合理 可是仍旧不够 他还是让很多人担心了 敏江西还在发微信 身旁的秦湛忽然说了句 对不起 他觉得他声音不对 抬眼看他 秦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当 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尽量冷静一点 想个更好的办法解决 敏江西抬手摸了摸他的头 勾起唇角说 我没生你的气 秦湛不够言笑 我生自己的气 有认识是好事 不包不贬 这次就公过乡底了 秦湛将他揽到怀里 把头低下 埋到他的波梗 蹭了个舒适的位置 柔软的唇瓣 一下一下吻着他的皮肤 敏江西还要反过来安慰他 车子没有停到酒店楼下 而是驶入了市中心高端住宅区 记者本是隔着一段距离追拍的 带到小区门口就再也进不去了 不住酒店的原因 秦湛和荣一金打谢友邦的新闻 已经在温哥华传开了 多少家媒体都在等着爆料 也就是秦家和荣家都不是普通家庭 不然消息早就满天飞了 跟着秦湛来到楼上 七八百平的大服饰 客厅沙发上坐着几张熟悉的面孔 荣一金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 小米来了 敏江西出声叫道 阿姨 大哥 欧阳青点头微笑 秦峰也温和地说 这么久的飞机累坏了吧 快坐下谢谢 敏江西跟秦湛坐在一起 秦湛给他倒了杯果汁 他不忙着喝 而是看向荣一金 你也没事吧 荣一金一身浅色休闲装 坐在暗绿色的丝绒沙发上 一张标准贵公子的脸 边笑边说 你看哪 没事就好 欧阳青不着痕迹地 瞥了眼容一惊 而后对敏江西微笑 这么着急赶过来 吓坏了吧 敏江西淡笑着点了下头 怕他们在国外吃亏 你是不是忘了你男朋友 人送的江湖外号 他除了吃你的亏 还吃过谁的亏 欧阳青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荣一金马上避开视线 老实做人 你再起伯母 我可不拦着他打你啊 荣一金假模假式地 往秦峰方向挪进了些 离欧阳青远一点 看看阿湛 人家女朋友千里迢迢地 跑过来找他 你呢 当妈的跑过来 丢不丢人 荣一金毛子一条 您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 您哪丢人了 欧阳青瞪眼 慢慢拍到 不敢告诉从轩 怕他知道说你 荣一金顺杆下 委屈的 可不是嘛 好不容易找的女朋友 万一让他知道 我成天在外惹是生非 还能跟我处了吗 他要是不跟我处 您还得费力帮我从国外找 反正国内是找不着了 这些话都是欧阳青 私下里羞辱他的 没想到他光明正大的往外叫 他脸皮挂不住 气得想要打他 秦战视而不见 秦峰出声全合 被荣一金闹了一会儿 房中的气氛再次陷入沉门 毕竟不是来旅游聚会的 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幸免于难 跟老雨之灾擦肩而过 但有人却默默地忍受了八年痛苦折磨 可能此时此刻也并不好过 荣一金率先打破沉默 他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 开的是外音 手机放在茶几上 敏江西道看到上面的名字 显示着荣子昂 几声之后 里面传来男人的声音 喂 雅姐 您那边现在怎么样 荣子昂咬牙切齿 沉声说 我真他妈想弄死谢友邦 荣一金没出声 荣子昂重重地叹了口气 二后道 毕竟要跟他离婚 谢友邦同意了 财战风格这块比较麻烦 毕竟然说他什么都不要 尽身祝福 只要能快点跟谢友邦同意关系 我赞成 哪个人渣都想 我们家不稀罕 这话怎么说呢 荣子昂平时为人处事 确实可以 对荣慧山也不错 但荣月和梵美生 拿荣慧山赚钱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所以说 我们家不稀罕 听起来莫名的有些讽刺 金战点了根烟 敏江西雨光 瞥见他的面色 不好看 第三百九十一集 荣子昂还没到温哥华市 荣家听说 秦斩和荣一经进了警察局 原因是把信友邦给打了 荣月马上打给荣慧山 问是怎么回事 荣慧山实话实说 荣月在电话的另一边 沉默良久 就到荣慧山主动的 爸 我不想跟他过来 我想离婚行吗 荣月在这一刻 脑子里清晰的权衡离病 一面是谢友邦 一面是秦湛和荣一经 他哪个都不想得罪 但眼下不得不二选一 他想叫荣慧山 从中缓和一下 可荣慧山开口 就说要离婚 八年 他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荣慧山压着酸色和耿液 狠地的声音道 这几年 我修完了金融和管理 各行各业都接触过 也攒了一些人脉 我能做自己的生意 也会努力 想帮家里的忙 爸 我跟谢友邦 真的过不下去了 就算我留在他身边 他也不会再帮我 他只会打他 往死里打他 这句话荣慧山没说 可是压抑到极致的乌野 足以说明 他到了极致 荣月知道 荣慧山跟深城圈子里的 那帮人玩的都很好 尤其是秦湛和荣慧京 这次更是为了他大打出手 连警察局都进了 谢友邦也是不敢得罪 才不予追究 但买单的是荣家 谢友邦愿意离婚 但不愿意分给荣慧山一分钱 甚至早年荣家的陪嫁 他也不给他 荣月沉默分钟有余 面对荣慧山的哀求 终于出生 你这傻孩子 生了这么大的委屈 怎么不跟家里说呀 每一次问你 你又说自己过得有多好 我跟你妈还以为 不是不同意你离婚 只是你要想清楚 八年婚姻 一点情意都没有吗 想想你们结婚时 说过的实验 人都会犯错 你一生意气 等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荣月语重心长 听口气像是个 尊尊教诲的词服 可是内容 只让荣慧山想哭 情意 誓言 没有人能够感同身受 秦湛和荣一经 看见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只是他们足够在乎 所以不忍心叫他 继续留在这里受苦 往常只要荣月 这种口闻说话 荣慧山就算勉强 也会点头答应 但是这一次 他态度坚决地说道 我不会后悔 荣月按道 他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他要是跟谢友邦离婚 那荣家以后 在加拿大的发展 肯定会受阻 谢友邦能忍下这口气吗 他再次道 你上离婚 多少也要补进名上 你还这么年轻 以后还要再找 谢友邦 在外面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只是不到我面前说 我早就是个笑柄 离婚后 我就一个人过 不会再找其他人 没有必要让别人因为我 被戳起两股 他实话实说 荣月却觉得 有些丢面子 不由地问 你怪我吗 荣慧山很快道 没有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当初你跟谢友邦 谈恋爱结婚 都是我一手操板 我没嫁给他之前 也没有发现 他是这种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哪里有不想 子女好的父母 你别多心 是我自己的问题 跟你没有关系 荣月谈情 就这样吧 你都想好了怎么做 家里也会无条件地支持你 要不跟你财神 你想打官司 就打官司 不想打也没关系 回家来 爸养你 荣慧山此前一直隐忍 只在这一刻 哭得很凶 她知道 荣月也很为难 她是私生女 凡美生有强势 能让她认祖归宗 已经是能替她 争取到的最大礼 所以她茶饮观色 今小甚微 所以她任劳任怨 掏心掏肺 哪怕所有人都说她傻 她认了 这世上每一跟她 有血缘关系的人 就只有荣月和荣子昂 她不对他们好 岂不是一个家人都没有了 得到了家里的支持 荣慧山跟谢友邦 谈离婚时 更加有了底气 谢友邦听闻她什么都不要 嘲讽道 不怕你家里人打断你的腿 谢谢你这些年 对我的照顾 往后 我是死是活 跟你没关系 谢友邦看着她平静的一张脸 沉声说 离了我 还有谁肯要你 你就是贱 上午玩了这么多年 国内都知道你是个什么德行 你真以为 还有人能给你接盘 荣慧山波澜不惊地回答 彼此彼此 我们都不配 各人白头偕老 谢友邦咬牙切齿 可无论她说得多难听 荣慧山脸上始终是无风无浪 仔细看 眼底还带着即将要逃离深渊的期待感 你铁了心要跟我离婚 是 不怕我日后报复你们家 这些年 你是帮了我不少 但我也尽到了 你娶我回来的义务 离婚 我不要你一分钱 关于你的任何事情 我以后绝口不提 更不会让我身边的人 找你麻烦 谢友邦瞪眼 你威胁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别给我身边的人找麻烦 也别给你自己找麻烦 谢友邦沉声道 这么多年你都忍了 为了秦湛 省不了了 没想到 荣慧山会回答 他说 是 你怎么对我 我都能忍 但你不能伤害他 谢友邦声音 已经有些扭曲 你喜欢他 你别想找机会 往他身上泼脏水 你可以骂我脏 但他 从小到大 都干干净净 谢友邦痴声道 外面是个男人 就干干净净 隔着这么远 都能勾搭上 他要是真在乎你 让他娶你啊 我已经让律师 起草了离婚协议 你叫你的律师来看一下 我们尽快把程序走完吧 说吧 他起身要走 谢友邦叫住他 两人四目相对 他出声说 我不追究你跟外面的男人 是什么关系 秦湛打我我也认了 你回来 我当这件事没发生 容慧山居高临下 逆着病床上的人 沉默好久 久到谢友邦想开口骂他 哑巴的时候 他开口 缓缓地说 一直在泥潭里面待着 不觉得自己有多脏 可一旦被人拉上岸 看见岸上那些干净的人 我没有办法再回来 跟你同流合污了 他口吻淡淡 可谢友邦却听出了 浓浓的嫌恶和恶心 温哥华这边还是28号 国内已经29号 秦湛手机上收到很多人的祝福消息 敏江西也是 敏捷告诉他 别跟秦湛发脾气 生日就要开开心心的 敏江西当然不会跟他发脾气 他还想偷着去给他订个蛋糕 奈何 国外人生地不熟 小区外面有记者 秦湛还特别黏淡 不给他老蛋的机会 他跟秦枫发了条微信 大哥 能麻烦你帮安站订个蛋糕吗 他明天生日 不多时 已经定了 你们先休息 晚上下来一起吃饭 谢谢大哥 还需要什么 我帮你准备 没有了 等灰国 我再给他补过 别把他惯坏了 敏江西勾起唇角 正大字 身旁抱着他的秦湛 突然迷迷糊糊地抬起头 干嘛呢 敏江西不着痕迹地 别开手机屏幕 没干嘛 跟谁聊天 不告诉你 秦湛伸手抢他手机 却不是要看 而是关机扔在一旁 将他揽到怀里 低声说 睡觉 他这两天没睡好 敏江西更是 两个人抱在一起 难得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单纯地睡觉 秦湛身上的味道和温度 让他安心 敏江西紧紧地抱着他的手臂 睡得很沉 在睁眼时 眼前一片黑暗 有那么几秒钟的恍惚 不知身在何处 他还没动 身后的秦湛动了 手顺着他的衣摆伸进去 熟练的动作 敏江西想起 整栋房子里不止他们两个 隔着衣服按住他的手 秦湛从后面抱着他 声音打他的耳畔响起 低沉和沙哑 醒了 敏江西转过身 正面抱着秦湛 他低头吻他 一如既往的热情和强势 企图翻身压住他 敏江西手臂一抵 将他按住 空出嘴来道 不行 他低声问 怎么了 炉下这么多人 没人会上来 他又要往的身上翻 敏江西还是懒 现在几点了 要吃晚饭了吧 秦湛沉声道 我很快 我耽误时间 他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尤其说很快的时候 没有个把小时四十分钟 想都不要想 敏江西担心 一会儿有人来敲门 他真的没脸见人了 两个人都很急 秦湛刚把他压住 手扣住他的裤子边缘 当当当 有人敲门 敏江西精神紧绷 马上用力地按住秦湛的手 秦湛喘粗气 敏江西扬声道 我们醒了 门口传来容易经调侃的声音 我进来了 出去 收拾收拾下来吧 准备吃饭了 门言 敏江西微顿 随后应声 好 我们马上下去 容易经走后 敏江西把秦湛推开 起身摸到床头灯 暖黄色的灯光照亮房间 也照亮床上呈大字形 平躺着的秦湛 他浑身上下只有一条内裤 灶火难平 敏江西拢了拢长发 出声道 赶紧起来 秦湛坐起 敏江西把他的衣裤拿过来 他不接 出声道 我先洗个澡 他这个样子 的确见不得人 那我先下去了 他不是秦湛 快一点 慢一点 无所谓 他要是磨磨蹭蹭 显得不尊重人 秦湛在他临出门前 亲吻了他一下 敏江西擦着唇脚 出了房间 秦湛拿起静音的手机 本是随意一看 结果 看到荣惠山之前发来的消息 生日快乐 别因为我的师父开心 我订了蛋糕 送到你那边 替我跟你女朋友 和风哥 出声抱歉 秦湛把电话打过去 嘟嘟声响起几下 荣惠山的声音传来 阿湛 你在哪儿啊 荣惠山 毕重就轻地说 我跟大哥在一起 来我们这儿 不去了 大家还有事 我们现在都已经29号了 生日快乐 秦湛面无表情 你现在还能有什么事 在哪儿 我叫人去见你 这不过去了 等一下还要跟律师聊点别的 你们活得开心点 之前一直让我玩你而走 现在我就在温哥华宁回来 周荣惠京和他妈 我哥还我女朋友 这帮人你谁不认识 你没见过江西 你哥还见过一次 你们一起过来 我给你们介绍 荣惠山淡笑着道 大哥跟我说了 有一次在小米湖看见你 跟你女朋友 牵手压马路 没想到 你还有浪漫细胞啊 想看你了 少转移话题 来不来 荣惠山找借口 秦湛干脆不出声 沉默扳上 我不想顶着这样一张脸 去恶心大家 没说你无所谓 没人会觉得无所谓 本来挺开心的场合 没必要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而且也提着很多 我们现在旁边 又要被人拿出去炒作 水晶岛刚开远 你在国内也需要控一下风平 说着不等秦湛出声 他轻松地口吻道 反正我们来日方长 以后每年都能在一起过生日 不差这一次 你听话 别难为我了 快去过生日吧 秦湛脸上不便喜怒 出声问 你家里什么态度啊 家里人都支持我 你不用担心 离婚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完 我这边 你听你的离婚现役 再等谢友邦签字 他签了我们一起回生城 容慧山马上当 你们不用等我 我这边还不知道要多久 我惹完事 不能让你一个人帮我动着 要走一起走 谢友邦要是提了什么条件 你告诉我 我去跟他谈 容慧山口吻 寂静恳求 我要喊你一声歌了 你赶紧给我回生出去 要不是这张脸 没法见人 我一定要跟阿金妈妈 和风哥当面道歉 让他们两个大老远地跑过来 拉着所有人担心手把 还有你女朋友 你别总觉得没事没事 都照顾点 你女朋友的情绪 她一定会不开心的 你们千万别吵架 不然我真没脸见你们 她完全没生气 她嘴上不说 不代表心里 也连意见都没有 你脾气不好 别动不动就翻脸 有话好好说 她真没生气 你不了解她 她特别懂事 她懂事 你才要更懂事 别想当然地觉得 所有人都能理解 我们之前的情谊 女人都小心眼 别因为我 让你也不要不高兴了 秦湛被荣慧山 信誓旦旦的口吻 说得有点动摇 敏江西到底是真的不在意 还是只有嘴上不在意 第392集 秦湛下楼时 客厅中只有秦峰和荣誉精 她出声问 江西呢 走了 说是深城那边有事 秦湛心底咯噔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荣慧精是在耍她 当即沉下脸 拿眼睛横她 荣慧精嬉皮笑脸 在厨房 秦湛迈步往厨房方向走 荣慧精看到她的背影 叨叨 你黏不黏啊 一分钟看不着都不行 秦湛懒得理她 物资来到了厨房 厨房中有四个人 两个做饭的阿姨 另外两个是敏江西和欧阳清 敏江西在叫欧阳清 做太极瞎 欧阳清平时是不下厨的人 但是荣耗爱吃 自打跟敏江西认识之后 不仅成绩文部提升 各方面的自立能力 也是肉眼可见的提高 时不时在家里倒过个减肥餐 偶尔心情特别好 还下厨露两手 欧阳清难得有机会 跟敏江西通吃学艺 想等回深城之后 给容浩露一手 敏江西让她把虾放进油锅里 欧阳清害怕 拿着筷子多里多缩 隔着十公分就想往里扔 您别怕 虾裹上面粉不会溅 欧阳清头往后躲 硬着头皮把手往前一送 您看 没事 是啊 容浩露一惊从后面走过来 手搭在秦湛的肩膀上 扬声道 妈 你再使唤人女朋友 某些人可要跟你翻脸了 敏江西跟欧阳清 同时转头 欧阳清看着门口处 抱着双臂的秦湛道 下来了 等一下尝尝我的手艺 秦湛笑了笑 感觉您的手艺 未必赶得上小二 就是赶不上才要学呢 现在浩浩总给我做饭 我又感动又愧疚的 要学着怎么当个 更优秀的妈妈了 容一惊挑眉 你怎么没想过 给我当个好妈妈 我是捡来的吗 欧阳清脸一拉 你要真是捡的就好了 哪捡的 我给你送哪去 容一惊一脸的委屈 哑巴吃黄连 秦湛拉了把椅子坐下 看敏江西做菜 容一惊也要做 秦湛按着隔壁椅背 不让他碰 干嘛 秦湛抬眼看他 你干嘛 只许你看你女朋友 还不许我看我妈了 欧阳清转过头道 赶紧出去 别在这儿碍事 敏江西也对秦湛说 你打扰到我们了 秦湛对上敏江西的视线 乖乖起身 重新把椅子推回去 兴兴的 行 我走 容一惊想赖着 被秦湛一同拖出去 敏江西见怪不怪 欧阳清出声说 阿湛真听你的话呀 敏江西勾起唇角 他给我面子 我今天跟阿风也聊了一会儿 他们全家都在等着你 嫁过去呢 敏江西胆笑不语 阿湛呢 是个好孩子 值得托付终身 我知道 不想这么早结婚吗 还没想过结婚的事 现在大家时间都挺紧张的 丁丁那年要高考 容浩要升高三 家庭那边我们也在商量 不能总让他在家里 就算不愿意跟陌生人交流 反而也要合群 你呀 真心实意地对几个孩子 他们也就把你当偶像 当朋友了 我一说让浩浩干什么 他马上说江西姐告诉他怎么样 你说话呀 比我管用 我要是有哪里说的不对 你随时告诉我 你别多想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好好跟你学习之后 变得比以前更好了 我呢 是个挺强势的人 一般人说的话 做的事啊 我都未必信得过 包括已经刚把你介绍过来的时候 我心里还想呢 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能教好我们家那个半大小子吗 现在看来呀 完全是我多虑了 我特别感谢你 小米 你跟阿湛结婚 已经肯定要当婆家人 我跟浩浩啊 给你当娘家人 敏江西的心底意暖 勾起唇角说 谢谢您 阿湛对你这么好 宠还来不及呢 一定不会欺负你的 万一有什么别的烦心事了 来找我 我给你做主 如果是阿湛不听话 你就找秦家的爷爷 或者阿峰 他们两个呀 专制阿湛 敏江西迎声 眼底满是笑意 他不会欺负我 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厨房中 是女人间的悄悄话 客厅中 三个男人坐在一起 我给卉杉姐打了电话 她说有事不能过来 秦湛梅出声 卉杉是个要面子的人 因为要脸 所以从不跟任何人诉苦 因为要脸 所以不能以狼狈的模样 出现在众人面前 荣一经沉饮片刻 出声道 不用愁眉苦脸的 离婚不是高兴的事吗 她没孩子 才三十出头 好男人多的是 脾气太来 前三十年过得磕磕绊绊 往后会顺心顺意 敏江西跟欧阳青 从厨房出来 端着最后一道菜 欧阳青笑着招呼 快点过来 尝尝我的手艺 饭桌上 欧阳青举杯说 没想到啊 今天我们这些人 能凑在一桌 除了缘分 也没其他好说的了 阿湛 生日快乐 秦湛举起酒杯 谢谢伯母 桌上每个人 都在说着生日快乐 秦湛对敏江西说 你给我过的第二个生日 敏江西恩了一声 荣一精从旁撇嘴 众色轻友的典范 我们这帮人 谁不是陪你过了 十几二十个生日了 你能跟我结婚生孩子吗 此话一出 敏江西恼羞成怒地 踹了他一脚 桌上 欧阳青和秦峰都在笑 荣一精 张扰着情战 性别歧视 整个用餐过程都非常的愉快 待到正餐吃完 荣一精起身去拿蛋糕 保鲜柜里面放着两个蛋糕 他全部拎了过来 一个是小敏订的 另一个是会山叫人送过来的 敏江西很快说 不是我订的 是大哥订的 他提醒我 要给你订个蛋糕 秦湛想都没想 出声等 我要吸饱的 荣一精把蛋糕拆开 仔细地数了一下 二十八根蜡烛 点完之后 还非要往秦湛头上 带个生日王冠 秦湛拒绝 荣一精给敏江西使眼色 敏江西拿着王冠 秦湛低下头 气得荣一精从旁骂骂咧咧 秦湛跟秦家定一样 不对 应该说秦家定跟秦湛一样 都是不爱走那种 形式主义的人 但是今年 秦家定许愿了 秦湛也破天荒地许了三个愿 第一个愿望 他的老婆名叫敏江西 第二个愿望 家定开心长大 秦宇安长命百岁 第三个愿望 大家都好 秦丰 荣会山 荣一精 吹蜡烛 切蛋糕 秦湛只象征性地吃了一口 说是太甜了 不再动 坐在楼下聊了会儿天 晚上十一点多 大家各自回房 除了敏江西之外 每个人都单独准备了礼物 包括荣会山和荣子昂 人味道 但是东西没少 秦湛随手 把大大小小的袋子 放在一旁 你不拆开看看吗 秦湛笑着说 你想看 想看就拆 别人送你礼物 不看没礼貌 嘴上如此说 敏江西把袋子 都领到了床边 盘腿坐着 伸手拿出最近的一个 是一条香槟色的领带 欧阳清送的 很漂亮 也很挑人 要是带不好 妥妥的 乡镇企业家的气质 秦湛正好穿着衬衫 敏江西拿到他脖梗处 笔亮了一下 嗯 好看 说我还是说领带 更好看 帮我戴上 敏江西如实说 我不会打领带 秦湛诧义 你不会打领带啊 敏江西面不改色 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家里有没有男的 我用说会打 才应该奇怪吧 他说的理所当然 秦湛却突然想到 他没爸的事 心里片刻间 很是心疼 面上不动声色 他从他手中拿过领带 往自己脖子上一绕 看好了 这样 他一步一步地教 看懂了吗 敏江西把领带抽下来 重新帮他弄 一次就打得很好 他稍微拉远一些距离 观看 慢慢拍地说 你戴上领带还真有点 一观秦树的意思 秦湛身体前倾 声音放低 是 是吗 敏江西 他也穿了几套 他也穿了几套断面的衬衫 他穿得一模一样的男款 在公司楼下接他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生意齐的 敏江西拿着精美纹络的小巧袖扣 出声道 你过生日 大哥还送我礼物 怪不好意思的 他送你手表的时候 还不是送了我一个 我们互相争光 不用不好意思 敏江西低声说 那是你大哥 你当然不会不好意思 也是你大哥 感情你一口一个大哥叫人 其实根本没往进去 敏江西被他说得无言以对 唯有抬眼瞪他 秦湛敏纯表示不再多说 再打开一个袋子 里面是一枚打火机 这是谁送的 不知道 敏江西想起打火机的含义 心底不由地想到了荣惠山 秦湛说了句 反正不是荣惠山 他总叨叨让我戒烟 不会送到火机 敏江西又拆开了一个盒子 盒子挺大 还以为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结果打开一瞧 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五颜六色 与种各异的套 上面还有一张手写贺卡 清测好用 良心推荐 安全虽重 感官至上 不一样的烟火 不一样的幸福 敏江西看着卡片上的字 按道 荣惠经的字写得还挺好看的 清湛随手拿起一盒 看着后面的说明道 挑个你最喜欢的 敏江西伸手去拿最后一个袋子 随口道 今天你生日 你说了算 清湛文言 把荣惠经送的礼盒拿到面前 认认真真地挑选 虽然他很鄙视荣惠经的恋爱官 但荣惠经在这方面的售后 还是没得说的 试试 万一好用呢 看了三个 三个各有千秋 今天是多少 也是我说了算 敏江西从袋子里 拿出一个正方形的礼盒 盒子有些重 他心思不在别处 出声道 刘天宁呢 哎呀 突然觉得有点压力啊 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敏江西将礼盒拆开 里面还有一层保护膜 保护膜掀开 入眼的是一架黑色的钢琴 钢琴前面坐着一个 穿西服的长耳朵的兔子 他小心将东西拿出来 不小心碰到琴剑 琴剑会响 男人手掌大的东西 精致又可爱 敏江西觉得像是八音盒 翻过来找开关 开关没看到 倒是看到了钢琴底部的刻字 一个中文的站字 比起打火机 这种东西更像是女人送的 敏江西侧头 看了眼认真挑逃的琴湛 这是荣惠山送的吗 琴湛侧头看来 面色无印 打火机是荣子昂送的 这个呢 应该就是他送的 好像是八音盒 但是我没有找到开关在哪 琴湛伸手接过 反正看了一圈 伸手去按琴剑 琴剑能发声 他紧凑着把食指放上去 出声问 想听什么 敏江西想了几秒 小青龙 琴湛紧紧巴巴的弹奏 敏江西哥哥的笑出声 两人玩了一会儿 敏江西还是要找开关 可能就是个摆设 敏江西不信 伸手从兔子身上找开关 他刚发现兔子的尾巴可以拧 还没来得及开口 琴湛先一步捏了兔子的身体 突然间 房间传来于他而言陌生 于琴湛而言很熟悉的女生 阿震 二十八岁了 生日快乐 还记得这个八银河吗 四年前 你来问个话 我们去逛股东街的时候 你说这个好看 想买回去送给家庭 但是老板不卖 说是女儿过生日 别走后 我拒绝了雕刻和手工 本想去年 你生日的时候 送给你 后来不小心 把钢琴摔破了一个脚 我只好重新做了一个 告诉你 兔子的尾巴可以扭 这是八银河 不是百剑 我觉得我现在 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你可能根本不会发现 小兔子可以录音 不管怎么样 生日快乐 要幸福 每天都要开心 二十九岁生日见 拜拜 安静的房间里 只有容慧山一个人的声音 敏江西跟琴湛就这样 肩并肩靠在一起 啪着听完了整段话 原本秦湛是完全不在意的 可不知道 是先前容慧山的提醒 还是这段 另有乾坤的祝福 也或许 是祝福内容 稍稍有点长 总之 秦湛心底 燃起了一股 莫名其妙的心虚感 所以 她当即拿起手机 拨给容慧山 手机开了外音 就放在她跟 敏江西的面前 第三百九十三集 手机响了三声之后 被接通 里面传来容慧山的声音 阿湛 没睡呢吧 没有 你也还没有休闲 刚吃完饭上楼 江西拆礼物 看见你送的八音盒 我都忘了这茬了 你还记得 谢了 对了 我给江西也订了一件小礼物 估计明天 能送到你们那儿 她第一次来温哥华 我都没去见过她 你替我跟她打声招呼 叫她别多想 她在我身边 你跟她聊聊 她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好 江西 我是容慧山 敏江西改押的商家 提了口气 马上道 你好 我是敏江西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有跟你打招呼 不知道你也在 她先发执人 敏江西只能被动音声 没有 不用这么客气 我刚从洗手间出来 秦湛朝着她笑 敏江西歪了她一眼 原本我想过日子当面跟你道歉的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事 搞得阿湛进警局 还让你担心手把 到老远地赶过来 特别抱歉 别这么说 阿湛帮你是应该的 如果其他地方能帮上忙的话 你尽管叫她 谢谢你啊 江西 不用谢我 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你管着阿湛 就是帮所有人的忙 她那脾气 心情来谁的话都不听 我听阿湛说 她就听你呢 你赶快把她带回我 别让她在这边待着 金湛出声的 小邦什么意思 拖着不想离婚呢 荣卉山迟疑片刻 低声回答 他找借口 说手牵不了字 没事 你不用管 他就想恶心我 离还是要离 我哥啊 已经见过他了 秦湛拉着脸道 你问他 手动不了 别人握着能不能牵 荣卉山着急 却不是说秦湛 而是对话 明江西 他说 江西 我管不了他 你替我看着他 实际的事啊 我能处理 别的叫阿湛 叫进来了 现在大家都在这儿 你不是孤里无缘 有时候群策群力 别的难度都强 我知道 因为大家在 既有帮不敢乱来 我了解他 他就想多恶心我几天 不想这么痛快地放我走 秦湛重重地 喘了口粗气 像是极力忍着性子 说 我可以不去找他 你跟他说 我再给他两天时间 他不签 这辈子都不用再签任何资 荣卉山还想劝他 秦湛却淡淡地道 不说了 我们要睡了 就这样 他单方面挂断电话 手机扔在一旁 敏江西侧头看他脸色 慢慢拍说 他老公真不浅子 你打算剁他手 秦湛看向他 不答反问 能剁吗 问题踢皮球一样 来到敏江西这边 他目不转睛地跟他对视 几秒后回答 我要说不能剁 你是不是觉得 我冷漠没有人情 不同情人会删 秦湛翻身 平躺在床上 面上不便喜怒地说 你给我想个办法 以你家的实力 对谢友邦实行经济制裁压力很难吗 不难 那为什么不做 秦湛回了去 让他一瞬间有点凑火的话 两个字 麻烦 这倒是他一贯的兴师风格 有立竿见影的方式 绝对不会选择绕道而行 他骨子里的急 让他临时阴招都嫌麻烦 敏江西忍着翻白眼的冲动 不说话 亲战侧头看向他 开口说 我想速战速决 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敏江西看向他 怕荣惠山没面子 他亲爸和后妈没一个心疼的 以前在家里就挺不直腰杆 嫁人之后更是别离去去 我有时候都想不通 为什么有人出生就是来受罪的 他才比我大三岁 我还没结婚 他已经受了八年的罪 这么年轻以后还要再嫁人 敏江西明白 也完全可以理解 秦湛骨子里 就是个特别仗义和温暖的人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人受罪 不可能 让他用伤卸有帮八分 损荣惠离五分的方式 他也不能接受 他就是典型的护短 为身边人可以两肋插刀 不能豁别人 就只能舍自己 敏江西没再说别的 低头拧动小兔子的尾巴 八音和发出好听的钢琴曲 秦湛重新翻起来 伸手搂着敏江西 凑近 鼻声问 怎么了 敏江西故意说 没怎么 秦湛打亮他精致的眉眼 鼻声道 你不会是在吃他的醋吧 敏江西一眨不眨地盯着前面的八音和看 不知可否 秦湛挑眉哭笑不得地道 你这样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解释 你随便出去拉个人问问 问他们我跟荣慧山是什么关系 你不怀疑荣一经 因为荣一经姓荣 但他俩已经出了三辈的亲戚关系 我就是不姓荣 但我对他跟荣一经对他是一样的 不信你问我哥 让他跟你解释 敏江西感觉他都要急了 这才云淡风轻地开口 我什么都没说 你就语如伦次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做贼心虚呢 秦湛苦笑着出声 姐姐这种玩笑你可不能开要死人的 你回忆一下 我开什么玩笑了 你是没直说 可他心里这么想了 敏江西抬手摸了摸兔子耳朵 可以撩动的 小兔子还没有成人的尾指高 但身上的西装 脖梗处的领结 全都细致到可以拆卸 还有钢琴 仔细一看是深色木头雕刻好 在刷的漆 我连个兔子都画不好 敏江西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 秦湛先是一愣 紧接着道 你吃醋人会是安送我一个人喝 敏江西聊了聊兔耳朵 连家看见兔子 会想到弹钢琴 我看到兔子 只会想到好吃 秦湛快要笑死了 忍不住把人搬过来 用力地亲吻 敏江西别开脸 秦湛栖身而上 将他压在身下 他推不动 索性作罢 秦湛跟他接吻 强势中还带着讨好 带到他明显疲乏之时 附在他耳旁 低声问 我生日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送给我 敏江西的眼睛微亮 像是此刻才想起身上还有个东西 他说 我带来了 想不想看 秦湛当然想 微微地抬起头道 在哪儿啊 你先起来 放在哪儿 我去拿 你找不到 秦湛微微眯起视线 觉得他在欲盖迷争 离声道 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你起来 我真给你看 秦湛半信半疑地 从他身上翻到一旁 敏江西把床上的东西 都放到沙发上 正巧 容易静的礼盒上 有一条黑色的绸带 他拿下来 记在秦湛的眼睛上 秦湛心底痒 沉生危险 你要是变不出礼物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敏江西把灯关了 换了床头灯 秦湛听到很细微的声响 像是脱衣服 不多时 唇上又多了两片柔软 他马上张嘴回应 与此同时 双手往前伸 扣住熟悉的鲜血 敏江西坐在秦湛的腿上 他拉下眼前的绸带 看见暖黄色的灯光下 他蒙了一层珠光的 美艳面孔 视线下移 精致的锁骨 两条细细的肩带 他平日里 一领恨不能借到下巴 都不能用高冷来形容 而是清冷 只有他 能触摸他的体温 也只有他 能肆无忌惮地揉碎他的冷漠 他低头 吻过他的肩膀 手臂 一路向下 某一刻突然停住 敏江西一声不吭 猜他是看到了 果然 他原本卡在裤子边缘的手 往下一沉 仔细看去 坐着看不清楚 他将它抱起来 放在床上 敏江西趴着 背脊如拱桥一般延伸 在即将要攀坡的地方 赫然 半只展开的老鹰翅膀 从尾骨开始 翅肩 抵到了胯骨 跟他脖梗上的一模一样 他皮肤白 纹身又太腥 黑色四周 隐隐地泛着红色 敏江西侧头趴着 看不见秦湛脸上的表情 又半少没听到他的声音 忍不住问 喜欢吗 还有半只没问完 等我回去再问 秦湛没出声 敏江西扭头看他 但见他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后背 脸色灰暗不明 他隐隐猜到 嘴上试探 怎么了 不喜欢 秦湛沉声说 谁让你闻的 敏江西扭敏唇 装可怜 小声道 我以为你会喜欢 秦湛明知他是故意的 还忍不住破功 逆着他道 你送什么我都喜欢 何必遭这个罪啊 这么大一块纹身洗不掉 他这么好的皮肤 本来光洁如玉 突然多了个纹身 不是不好看 是他心疼 敏江西起身抱他 低声撒娇 干嘛要洗掉啊 我又不准备换男人 一句话 直接让秦湛泻了所有的怒气 想去搂他的腰 又怕他疼 摸吧 不疼 这是他刚纹完身 对他说的原话 秦湛没有马上碰他的腰 而是抬手 在他屁股上拍了下 这一下拍的不是特别重 但是绝对不轻 敏江西吓了一跳 不由的失声喊了一下 亲战凑着眉 咬牙说 以后不经我同意 不能往自己身上添东西 听中了 你偏东西之前也没告诉我 我是男的 敏江西微微的调眉 男女有别吗 秦湛气得牙根痒 一时没有别的反击方式 没有抬手 朝他屁股再打一下 敏江西凑眉吸了口气 要走 秦湛索性将他打横放在腿上 压着人打屁股 每打一下都问他听不听话 敏江西屁股上相对肉多 但也禁不住这样打 关键这么多年 也没被人打过 比起疼 异样更让人难以抵抗 而且他每次要开口反驳 秦湛都用暴力压制 他又反抗不了 更不敢大声喊 在漫长的折磨中 死鸭子也能变成小白兔 敏江西低声妥协 我听话 你放我下去 秦湛停手 居高临下地逆着他说 还闻不闻了 不闻了 以后能不能听话 能 他这才松手 敏江西从他腿上 连滚带爬地往前窜 掀开被子钻进去 被身不看他 秦湛伸手拽被子 被子被他压得紧紧的 动都不动 他凑上琴 哎 生气了 敏江西不回应 秦湛低声说 今天我生日 敏江西不接查 秦湛凑得更近 几乎贴着他的耳朵 说 给我看看我的生日礼物行吗 敏江西不置可否 秦湛伸手拉被子 动作幅度不大 力气却很大 敏江西压不住 被他钻进来 他哪里是看礼物 分明是吃礼物 敏江西很快就破功了 被他闹得浑身痒 咯咯笑 秦湛关了灯 脱了衣服缠进来 黑暗中 他勾着他的脖子 吻他后颈的纹身 他将他翻过来 吻他腰上的纹身 他本来就喜欢后面 如今更加的变本加厉 腰撞上翅膀 是飞翔的感觉 一晚上 荣一经送的礼物 他试了三种 敏江西把脸埋在 柔软的被子里 不敢出声 被他折磨得想要哭 秦湛这个人 怎么说呢 口是心扉到了极处 嘴上说着心疼他 可下起手来 完全不留情面 荣一经住在他们隔壁 洗澡时 突然从哪里 传来一声熟悉的喊叫 而后声音不大 但是隐隐的可以听到 哑然失笑 没想过有一天 会听到秦湛的墙角 浴室传声不可避免 荣一经无以多留 赶紧速战速决 头发都没吹 出了浴室 到床上躺着看电影 电影看到一半 又有短促 像是一不小心 溢出来的声音出现 荣一经小出声 感情儿 他还是躲不掉啊 算着时间 这次跟上次应该不是一次 他好想发个消息 劝秦湛悠着点 来日方长 戴上耳机 荣一经把电影看完 快凌晨三点 打开微信 依旧是红色未读无数 真朋友 酒肉朋友 生意上的朋友 女性朋友 有人关心他在温哥华怎么样了 有人关心他 什么时候回去约 荣一经大致扫了一眼 想回的回 不想回的不回 拖到下面 无意间看到丁丁的微信 两人的聊天对话还停留在之前 他出国没告诉他 他也没问 他出事没告诉他 他依旧没问 他给荣昊买了好多的巧克力 荣昊会给他送去 到时候自然会提到他 也会说他没事 他就不用担心了 他应该问过敏江西吧 荣一经不确定 但是 蔡敏江西肯定会宽慰他的心 慢慢长夜 荣一经一步留神 就叹了一声 第三百九十四集 荣一经凌晨四点多才睡 被敲门声吵醒 门外是欧阳清的声音 起来了吗 嗯 收拾完下楼 陪我出去一趟 荣一经闭眼哼了一声 门外欧阳清扬声说 听见了吗 荣一经不得已开口 提高声音回答 听见了 门外没了动静 荣一经瞇了一会儿 睁开眼 拿起手机看时间 才中午十一点多 屏幕上一堆未读微信 还有荣耗的三个未接电话 荣一经马上翻起来 给荣耗打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通 荣一经的声音还有些迷糊 问道 怎么了 手机中传来荣耗的声音 我联系不上丁丁姐 什么叫联系不上她 我想给她送巧克力 打电话打关机 去她家里没人开门 我跟陆老师联系 陆老师说她 下午有丁丁姐的课 但是丁丁姐跟她前价了 那时候才下午两点多 现在都快九点了 丁丁姐手机还关机 我怕她有什么事 温哥华是大中午 国内已是晚上 荣一经睡已全无 出声道 你先不用着急 我找人问问 荣耗应声 荣一经挂断她这边 给丁丁打了个电话 无一例外 关机 她马上给陪证打个电话 陪证接通 金哥 你回事成了 我还在国外 丁丁跟你在一起吗 陪证微顿 紧接着道 没有 我们没在一起 怎么了 荣耗说她没在家 电话也打不通 陪证有些诧异 是吗 我们今天上午还联系过 我给她打个试试 不用打 我刚打完 关机 会不会手机翘好没电了 我再去她家里看看 荣一经的第一反应 陪证去过丁丁那里 但眼下也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她出声说 你去看一眼 找到她给我打个电话 好 我现在就去 荣一经下床 穿上雨袍去开门 房门一打开 刚好看到 抬手要敲门的敏将心 两人四目相对 敏将心率先道 你能联系上丁丁吗 我也正要问你 敏将心眼底 划过一抹担忧 刚才我跟御师同电话 她说丁丁跟她请了假 还不止一天 我去问了其他老师 丁丁全都请了假 她说没说什么事 就说有事要请假 没说具体的 荣一经沉饮片刻 她可能会乌斯特了 敏将心掏出手机 低头查看飞机航班 而后说 她跟御师联系 是下午两点刚过 跟其他老师联系的 最后时间是下午三点二十 深程飞乌斯特飞机 是下午四点半 要十点五十五才能到 荣一经翻看电话簿 打给严宇 大家都不在一个国家 荣一经也不管 严宇那边是白天还是晚上 接通了 五字问 丁丁家里出什么事了 啊 严宇心事一愣 慢两秒说 我不知道啊 她怎么了 荣一经心下不爽 沉声道 我现在联系不上她 她可能会乌斯特了 严宇第一反应是 不是你把她怎么样了吗 荣一经烦躁 滚蛋 你能不能联系上她家里人 赶紧问问怎么回事 荣一经压定声音说 伍斯特就只有她妈一个人 你让我怎么联系她妈 现在人没了 理字重要还是面字重要 你就说找不找吧 你接着吗 找啊 我在地外 现在马上回深城 行不行 你回深城有什么用 她现在很可能不再深城 那你让我怎么样 我就无自他手术带脱了 荣一经武端恼火 发了脾气 事就这么个事 我告诉你了 别回头出了事 关在我头上 关了 荣一经在房间里打电话 没关门 秦湛从隔壁房间出来时 听到了一些动静 看向敏江西的 在干嘛 敏江西也是眼带忧色 丁丁不见了 无缘无故 我们猜可能是回乌斯特了 还不能肯定 秦湛拐到隔壁 见荣一经正在打电话 叫人查 今天深城飞乌斯特的旅客里 有没有丁丁 带她挂断电话 这么着急干嘛 怕她回家之后不回来 荣一经沉着连说 我怕她根本就没回家 她有这样的担心 完全在清理之中 如果回家还好说 八成是家里有事 可如果没回家的话 那就是大事 我让人找找 她给显天左打了电话 敏江西也跟其他老师 询问过丁丁这两天 有没有什么异常 荣一经接了裴正的电话 喂 他这么一说 荣一经更担心了 还不等出声 进来一堂微信 是朋友帮他查的旅客信息 他目光微沉 出声道 他回乌斯特了 这话不光是说给裴正的 也是告知身旁的秦湛和闽江西 裴正下意识地问 他怎么突然走了 家里有事吗 荣一经声音不便喜怒 不知道 裴正迟疑了片刻 你别着急 我去乌斯特找他 荣一经没多想 本能当 不用 我最近正好有事 去附近一趟 是能过去看看他 万一有什么事 需要帮忙 也能帮着一下 荣一经没法说别的 只能N了一声 手机上有言语发来的微信 你大爷的 干嘛挂我电话 知道的是我妹妹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你妹妹 我也着急 我正想办法从我妈那 要盯盯她妈的联系方式 你大爷的 荣一经这会儿 好像稍微平复了一些 之前的确十分烦躁 可能人不在深层 看不到也帮不上 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吧 她先给荣浩发了条微信 不用担心 她家里有事 回乌斯特了 随后又打开言语的聊天页面 干脆利落的打字 跟你大爷说话尊重点 深程飞乌斯特的飞机晚点了 原本十点五十五分到 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她不知道在此期间 还有多少人给她打过多少个电话 她满脑子都是下午接到的 陈海峰的电话 她在里面说 丁丁 我来一趟吧 你妈生病了 飞机终于停稳 大家纷纷起身拿行李 丁丁一动不动 她没有行李箱 浑身上下只有一个随身的背包 广播里播放着舱内二十五度 舱外零下十度 让大家做好防寒保暖 她充耳不闻 刚刚开了机 第一个打进来的人是裴正 她迟疑片刻开始计通 裴正似乎很着急 丁丁 你到乌斯特了吗 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家了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啊 没有 有点想家回来看看 她平时说话声音温柔 但不像现在这样 分明是连敷衍的力气都没有 到了就好 大家都很担心你 在跟她打电话的途中 又有其他消息不停的挤进来 丁丁轻声说 对不起啊 让大家惦记了 没关系啊 你照顾好自己 有任何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您关机行吗 让我能随时连接到你 丁丁想说什么 可话到嘴边 只是嗡了一声 她实在没力气多讲 挂断裴正的电话 丁丁看到了一大堆未接和未读消息 其中有陈海峰发来的 她马上打过去 电话接通 男人道 丁丁 下飞机了吗 嗯 飞机晚点了 我刚到 我在出国那里等你啊 你出来就能看见 行李多不多 要不要等行李啊 我没带行李 直接出来 好 我就在第一排等你 陈叔叔 你来接我 医院那边有人在吗 不用担心 我请了人专门找看你妈妈 谢谢陈叔叔 咱们之间说什么些 我等你啊 挂断电话 丁丁也抽了机舱 深程零上十度 乌斯特零下十度 巨大的温差 瞬间穿透了他身上的风衣外套 让人忍不住鸡皮疙的暑气 丁丁拢了拢一惊 给敏江西发了条微信 对不起 敏老师 我回家了 你在国外 我没跟你打招呼 不用担心我 我很好 回完敏江西 还有陆玉驰和荣浩 怪不得裴正说 大家都很担心 在他关机的这七个小时里 那么多的未接电话 和未读消息 他扫了一眼 其中还有荣一经打来的 荣一经没在微信上找他 丁丁给所有人都回来话 也给荣一经回来一句 跟给敏江戏的差不多 现在已经超过十二点了 可大家都没睡 回得很快 唯独荣一经那边 消息发过去 如同时辰大海 没有回应 搁着平时 他一定会钻牛角尖 想个不停 可眼下真的没心情 穿过大半个机场 丁丁从出口走出 果然第一眼就看到 站在人群最前头的 中年男人 陈海峰冲他招手 他走过去 听见他说 怎么穿这时你回来了 这么冷的天 说着 他把自己身上的外套 脱下来 披在他身上 不用 快穿上 我里面的 都比你外面的厚 他快走了几步 不给丁丁反驳的机会 两人出门后 坐进了出租车 到军区总医院 司机扣下车牌 车内静迷无声 丁丁的手机响 闽江西发来的消息 要是家里有什么事 可以跟我说 别一个人憋得不开心 我知道 谢谢您老师 许是他手机 一直传来收到消息的声音 副驾处的陈海峰道 深城那边的朋友吗 丁丁吟声 多交几个朋友好 你妈妈总担心 你一个人在那边 没有朋友 有个什么事 都没人帮忙 老师和同学 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很照顾我 那就好 丁丁把手机灌了警衣 一路无言 车子停到了医院门口 不等陈海峰掏钱 丁丁已经扫了马 不用 我只有现金 没事 我付过了 你这孩子 两个人一路客气着下了车 丁丁要把外套还给陈海峰 他死活不要 非要他穿着 好在街边 距离大门口不是很远 带到进入大堂 温度明显比外面高了几度 他前面带路 他在后面跟着 站在电梯前等候时 丁丁主动开口 陈叔叔 我妈生了什么病啊 之前在电话里面 陈海峰只说是肾脏出了问题 他又不是傻子 能让他回来的病 自然不是小病 陈海峰努力地牵了下唇角 出声说 丁丁 我先跟你说 你不用被一些病的名字下不住 而且你妈妈这个病 换身就可以 我们准备三天后做手术 只要手术成功 你妈妈就跟正常人一样 丁丁一眨不眨地看着陈海峰 什么都没说 电梯门打开 陈海峰跨进去 伸手帮他挡着电梯门 丁丁默然地往里走 你妈妈不让我告诉你 我是偷着喊你回来的 等一下你看见他 还要替我多说两句好话 不然他一准给我发脾气 几秒后 电梯门再次大开 丁丁跟着陈海峰 来到一间病房门口 屋内亮着微弱的灯光 房间不大 拐过洗手间 丁丁一眼就看到 闭眼躺在床上的人 他没想到 再见丁雪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他去年离家时 丁雪还好好的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 长发变成齐耳根的短发 原本清朽白皙的面孔 如今浮肿发黄 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 丁丁冷静了一路 此时站在原地 双脚伸根 眼前的视线瞬间模糊 他用力忍着 忍着不发出声音 可嘴唇却不受控制的频频颤抖 陈海峰本来也好好的 健壮借着低头倒水的举动 实则偷偷抹了眼泪 病床上的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双目无神 陈海峰马上放下杯子 轻声道 醒了 嗯 你看谁回来了 陈海峰让开身体 丁雪慢慢拍 看见金迷外的丁丁 小菊 丁丁粘口 向喊一声骂 可是徒朗无功 他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如天塌了一半 第395集 丁丁打小就知道自己没有爸爸 本不觉得怎样 直到有一次班上的男同学欺负他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他 你没有爸爸 你是个野种 那是丁丁第一次因为没有爸爸 而产生强烈的耻辱感 他回家跟丁雪痛哭 问他为什么没有爸爸 不是每个人都非要有爸爸 妈妈一个人也能把你照顾好 没有爸爸 我是从哪来的 等你长大了 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 那年 丁丁小学一年级 等他长大了 明白不是每个人都非要有爸爸 就再也没问过丁雪的秘密是什么 有人说 他爸死了 有人说 他爸犯事跑了 更有甚者说丁雪被人糟蹋 生下了他 丁丁已经不记得 那些留言是以怎样的方式传到他耳中的 对他的童年又有怎样的伤害 他只知道 爸爸这个词会让丁雪很痛苦 所以他绝口不听 没有用能怎样 小时候丁雪养他 等他长大了 一样可以养丁雪 丁丁从不给自己找借口 他确实不是学习的料子 所以才整天琢磨 长大后干点什么 什么赚钱 他满脑子都是早点养家 成绩始终是维持在中等天下 为此 丁雪跟他发过不止一次的脾气 也哭过 可每当丁雪这样 丁丁的成绩总能在下个月有所提高 但是治标不治本 丁丁跟丁雪谈过 掏心掏肺 妈 我想出去工作 你能干什么 高中文化 你想干什么 别跟我说什么 做什么都能养家糊口 当你拼死拼活 挣了三五千 生病都不敢去医院室 就知道 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 抬抬手 就能赚三五万是什么感觉 人生不是公平的 不是你比别人早吃苦 你就比别人先尝到甜 你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平竞争 就是高考 不看脸 不看身份背景 只看分数 也是你 拼了命努力 就能有回报的东西 我现在 不需要你赚钱养我 你要是真为了我着想 我想跟你一起过好日子 不是我们辛辛苦苦 几千块钱 舍不得吃喝 舍不得穿戴 捉襟见肘的日子 冰冰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 这种感觉 就像是老师在台上 公然读大家的分数 从高到低 他总是靠后的那部分 就因为在学习上 找不到成就感 他才想不读书去挣钱 然而 丁雪的话 又让他无路可走 挣钱 他都是挣得少的那个 再后来 丁雪询问 可不可以谈恋爱 丁丁说好 没多久 丁雪问可不可以结婚 丁丁说好 再后来 丁丁就去了深城 前后不到一年的光景 丁丁子们也想不到 以前那个穿着朴素 却十分好看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 面前这副模样 丁丁坐在床边 无声流泪 丁雪拉着她的手 声音虚弱 有意外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为什么生命 都不告诉我 又不是严重的病 很快就能好 叫你回来干什么 你现在学习那么忙 都没时间休息 丁丁看到丁雪的手腕 狠心 但又散发着 不正常的光泽 是浮肿 她从小就不会表达情绪 难过极了 也就是哭 丁雪努力抬手 抽了纸巾 想把她擦眼泪 丁丁握着她的手 你生病多久了 你生病多久了 没多久 马上做完手术就能好 我之前见你打电话 说想回来 是不是那时候 你就已经生病了 丁雪一扎不扎地盯着她 微笑着说 不说这些 你好不容易回来啊 跟妈妈说说开心的事 丁丁满心悲伤 哪有什么开心的事啊 你这次回来 跟老师们打招呼了吗 丁丁点头 哪天回去啊 丁丁眉心一粗 妈 丁雪拇指摸索着丁丁的手背 轻声道 好 先不着急回去 留下来陪我几天 丁丁想去摸一摸丁雪的脸 但是手却迟迟地抬不起来 她也想说一些话 可是嘴也迟迟张不开 她总是这样 自己都令自己深夜 两人在房间里聊了二十分钟 陈海峰从外面进来 出声道 丁丁 让你妈妈先休息一下 你刚回来也累了 我在对面酒店开了房间 你过去睡一觉 明早再过来 说话间 她递给丁丁一张房卡 陈叔叔 你去休息吧 今晚我陪我妈 陈海峰不同意 丁雪也不让 两人一起催着她走 丁丁只好起身 跟丁雪告别 陈海峰把她送到了门口 她也不让再送了 叫陈海峰回去陪着丁雪 带到陈海峰回去 她没有马上离开医院 而是寻找了值班医生室 医生借她两眼通红 面带叉色 丁丁忍着哽咽说 医生 请问802病房的丁雪 她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女儿 医生沉淫片刻 出声道 你妈妈是急性深衰竭 目前看情况不是太好 需要尽快做手术 好在你爸爸的肾脏可以匹配 只要这两天 两人的各项身体指标 出来都正常 手术随时可以接行 丁丁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我爸爸 你妈妈身边那个高个子男人 他不是你爸爸吗 丁丁一愣 陈海峰 他只说找到了合适的肾源 从来没说肾是他身上的 从医生房里离开 丁丁很想折回病房里 可实际上 他却一路下了八楼 最后忍不住 站在楼下角落出大哭 他哭自己没用 从小到大 除了拖累丁雪 没让丁雪过过一天好日子 因为他不够好 所以丁雪连生病都不敢告诉他 他想把自己的肾给丁雪 医生却说 整个匹配过程很麻烦 丁雪和陈海峰 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了 他要再把整个过程都走一遍 就是在浪费丁雪的时间 没有 他一点用都没有 丁丁身上还穿着丁雪的外套 衣服上没有熟悉的味道 他紧紧地抓着衣领 好怕连这股不熟悉的味道都消失不见了 手机响 他慢慢拍地掏出来 以为是陈海峰问他到没到酒店 结果屏幕上显示着金哥来点的字样 丁丁呆呆地看着 深呼吸滑开了接通键 喂 金哥 家里出什么事了 荣一金隔着手机 虽然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可他知道 他才哭 沉默板上 他轻声说 丁丁原本想跟荣一金说 他妈妈生病了 肾衰竭 他什么忙都帮不上 前阵子还惹丁雪生气呢 可是外语千言 在听到荣一金的话时 他像是被人湿了皱 情绪从失控 顷刻间冷静了下来 眼泪还在鸡血地下坠 他慢慢开口 出声道 对不起 这三个字突如其来 因为荣一金问 怎么了 干嘛跟我道歉 直到这一刻 丁丁才从根源上明白 什么叫做 喜欢都会给人添麻烦 动了动睫毛 丁丁闷声说 我有电话进来 先不跟你聊了 金哥再见 好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给我打电话 丁丁很轻地应了一声 挂断 有种感觉叫心灵神会 当挂断电话的这一刻 丁丁和荣一金都知道 他再也不会主动找他了 无论是好是坏 亦或是遇到天大的事 荣一金有些后悔 是不是他提裴正 提得有点太直白了 但人真的不能挑战人性 他的举手之劳 在旁人眼里很可能就是沉寻而入 他本就对他有意 他若是在这种时候千里迢迢地赶过去 怕是以后就再也说不清了 外人只见秦湛得很 没见过荣一金得很 他是心狠 做事永远之左脑 不走心 一旦权衡礼弊 绝不拖泥带水 他知道什么才是对丁丁好 别给他念想 可他挂了电话 他却又迟疑 在这种时候对他下狠手 到底是力大还是必大 丁丁还蹲在医院的墙角 只是一滴眼泪都不掉 他也惊讶 自己的情绪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荣一金是真的不喜欢他 一丁点都没有 他不该难受吗 可事实上却特别冷静 冷静到头脑无比清晰 像是终于知道自己一直以来是多愚蠢 有人经过 无意间瞥见角落处的丁丁 吓得轻呼一声 丁丁小声道了歉 蹲得腿发麻 扶着墙边站起来 一个人走回酒店 洗澡的时候 他闭着眼 水珠从头顶上流下 他有请客间想哭的冲动 但是忍住了 丁雪在医院里受罪 他没办法说服自己为别人掉眼泪 出了浴室 躺在床上 累急 连头发都没力气吹 丁丁把被子拉到脖梗 闭眼 强迫自己睡觉 他睡着了 还做了噩梦 梦见丁雪死了 梦里他哭得很大声 把自己抽醒 抽出手机看时间 才凌晨四点五十二分 心里不舒服 丁丁起床 穿好衣服去了医院 路上还在想 是直接偷偷进去看呢 还是在外面等到天亮 结果乘电梯上楼 还没到门口 隔着两米远 就看到病房房门是敞开的 丁丁诧异 快步走了进去 里面灯还亮着 可病床和陪护床 全部都是空空如也 丁丁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跑到了护士站 询问道 护士 802的病人去哪了 病人有紧急突发情况 送手术室了 手术室在几楼 十二楼 丁丁第一次 连信息都没说 掉头往外跑 值班的护士不止一个 健壮小声嘀咕 趟上这么个病 折磨病人 又折磨家属 这是802的女儿吧 我怎么听得喊叔叔 不是喊爸呢 没准是后爸 那这后爸人品够好的 愿意换身 丁丁没坐电梯 跑到十二楼 凌晨五点多 走廊中没什么人 他一眼就看到 坐在手术室门口 双手抱着头的陈海风 跑过去 他叫了声 陈叔叔 陈海风抬起头 眼带叉色 丁丁 你怎么来了 丁丁红着眼眶说 我妈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话虽如此 他却突然泪涌眼眶 转过去捂住脸 丁丁一下子崩溃了 眼前一片花白 耳朵都是嗡鸣的 带到陈海风 压住情绪转过身 他重新安慰丁丁 没事 我们都要相信你妈妈 她那么坚强的一个人 一定能挺过来的 丁丁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双手连握拳的力气都没有 陈海风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道 你先在这儿等着 我下去一趟 陈海风走了 丁丁还是没动 当巨大的波动退去 剩下的唯有空洞的冷静 他想 只要丁雪可以平安无事 他愿意折瘦 十年 二十年 平分 怎么样都好 滚烫的眼泪掉下来 丁丁在这一刻 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 丁雪说的是对的 一个人没有能力 连爱都显得那么轻 他帮不到丁雪分毫 只有荒诞的祈祷 陈海风在回来时 手中提了个付料袋 里面有纸巾 有面包 巧克力 还有牛奶和水 都是给丁丁买的 丁丁低头说 谢谢陈叔叔 照着拍了拍他的头 你妈妈一直说你懂事 我也知道你懂事 我把你当女儿 咱爷俩不说两家话 半个小时后 手术室打开 丁雪被人推出来 丁丁起得太猛 眼前有片刻的花白 但他没有倒下 陈海风逼着他 吃了半个面包 和一块巧克力 陈海风问怎么样 先送病人回去休息 你们的主治医生 是曹主任吧 陈海风点头 是 还有两个多小时 等曹主任来上班 令人目前的情况 我建议 尽早做手术 越把风险越大 陈海风应声 好好 我现在 都是按照曹主任的 要求在做 我随时都能上手术台 一边是病床上 戴着氧气面罩 正在昏迷的丁雪 一边是面不盖色 随时准备摘下一颗 渗的陈海风 丁丁此刻掉下眼泪 是从心底明白 谁才是他最重要的人 什么才是对他 最重要的事 从前那些自诩的 成熟和懂事 真的都太过于 自以为是了 第三百九十六集 丁雪醒后 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丁丁 他坐在床边 双眼肿成核桃 笑容却依旧干净明朗 妈 丁雪动了动手指 丁丁主动握上他的手 出声道 医生说顺利的话 可能今天下午手术 让你养足精神 你饿不饿 想吃什么 丁雪微微摇头 丁丁自顾道 我给你做面线糊吧 你不是最爱吃我做的面线糊 丁雪摇头 肉粽 我之前在深尘那边 做给朋友吃 他们都说好吃 丁雪开口 声音虚弱 我不饿 看你哭的 脸都肿了 妈没事 丁丁咬牙 顶住翻上来的酸色 两秒后 笑着回答 我知道 医生说没问题 只要做完手术 就能正常生活 跟以前一样 丁雪抬起手 丁丁丁下头 把脸凑近 丁雪朝着她笑 笑着笑着 眼泪就掉下来 丁丁把所有的力气 都用在千奇唇角上 可是眼泪控制不住 母女二人对着流泪 丁雪很低的声音说 对不起啊 丁丁摇头 从小到大 你受了太多委屈 没有 丁丁喉咙 酸到发不出太多的声音 是我太自私 让你跟我一起受苦 丁丁压抑着道 妈 我会懂事 你说的道理 我真的明白了 以后我会努力学习 我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我会赚很多钱 给你好的生活 所以 别抛下她 别让她一个人 丁雪点了点头 安慰道 别害怕 之前一直没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担心 你陈叔叔愿意跟我换肾 原本我们说好的 等做完手术再告诉你 她总跟我念叨 说你有知情权 怕你以后会怪的 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没事的 我的身体我知道 我以后把 我以后把 陈叔叔当我爸 我给你们养老 丁雪微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什么都没说 可是 含泪的眼睛里充满了疼爱 还有欲言又止的其他东西 陈海峰在主任办公室 丁丁丁陪丁雪聊天 丁雪精神头不是很好 没醒多久 就又睡着了 手机震动 丁丁出了病房 站在走廊里接通 手机中传来陪震的声音 起来了吗 嗯 起了 吃早饭了吗 吃过了 怎么了 感觉你好像 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丁丁轻声说 没事 这边温度低 可能有点感冒了 照顾好自己 我看了天气 最近几天 乌斯特恩了 最低零下13度 你带衣服回去了吗 嗯 陪真感觉出 他兴致不高 温生的 那你休息吧 我晚点打给你 你要来乌斯特吗 陪真微顿 随即应声 来这边有事要吧 我去龙城有点事 顺道去乌斯特找一玩 我很想在乌斯特这边 招待你 但是这几天 可能不太方便 家里有事 嗯 陪真也没说别的 好 那你过去忙 有空再联系 不好意思啊 打的话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快去吧 麻烦你 别把我的事 告诉其他人 我不想大家担心 放心吧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两人聊了一会儿 电话挂断 丁丁折回病房 冰雪在睡觉 他就一眨不眨的看着 生怕一不小心 连眼前这种痛苦的煎熬 都变成了奢望 陈海峰再回来时 跟着几名医生一起 丁丁马上紧张地站起来 陈海峰把他叫出去 拿着手上的一滴A4纸 说 丁丁 等下抽空 把上面的字签来 我怕一会儿 我有去别的地方 再给忘了 丁丁接过去一看 是手术风险通知书 上面陈海峰已经签了字 他瞥见最后单独的一页 风险那里 赫然写着死亡二字 舍下反酸 他排言道 陈叔叔 你儿子知道吗 陈海峰大喇喇地说 告诉他没有 要不是医生说 你必须签字 我都不让你回来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 甚是我的 我心甘情愿给你妈妈 谁同不同意 跟我没关系 我不是说我儿子不同意 其实一个肾 两个肾都一样 我拿一个给你妈妈 我们两个 都当正常人不好吗 看着面前 眼泪磕磕下坠的丁丁 陈海峰抬手帮他 擦了一下 别哭 等一下你妈妈看见 该心疼了 你爱你妈妈 我也是 如果今天 是我生病躺在那里 他也一样会救我 不说这些 你抽空把字签了 等手术做完 我跟你妈妈 把身体养好 咱们再坐一起 好好聊聊 下午两点 四名护士还有丁丁 推着两张病床 浩浩荡荡荡地 穿过走廊上电梯 肾内科 好多家属都出来观望 或感慨半路夫妻的恩情 或祈祷 手术一定要顺利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能有幸运 遇上合适的深缘 更不是每个人 都能幸运地遇到 陪自己同生共死的缘分 丁丁没哭 一路握着丁穴的手 在进手术室之前 握住了陈海峰的手 万语千言 只有一句 我等你们平安出来 陈海峰笑着说 我跟你妈妈都会加油 别担心 丁丁点头 明明想再多说几句 可是不敢开口 手术室大门打开 他眼睁睁看着两张病床 先后推进去 门还没等合上 他视线已经一片模糊 待到大门完全关上 他直接站在原地哽咽出声 身旁不远处还有其他人 可是他真的忍不住了 有好心人上前地止经 庆舍安慰 丁丁深呼吸道歇 他不能崩溃 还没到时候崩溃 等丁雪和陈海峰出来 他还要照顾他们 他不能再像个小孩子一样 不懂事 哭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不到三点 裴正打了电话 丁丁接通 喂 我在乌斯特 知道你现在不方便出来 我去找你可以吗 丁丁试过了 可他实在找不到 恰当的理由 只能说 我在军区总医院 裴正没有丝毫的意外 指示道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丁丁内心毫无波澜 其实也不是一点波澜都没有 有点酸 也有点暖 裴正不是他 但是他真的关心他 裴正来得很快 丁丁坐在椅子上垂着头 听见有人喊他 抬头发现是裴正 裴正看到他的脸 心底难免疼了一下 要流多少眼泪 才能把整张脸哭得不像本人 他坐在他身旁 轻声问 出了什么事 丁丁没有哭 只出声回答 我马上摔节 再做手术 裴正控制了一下表情 断了两秒后说 没事 手术一定会很顺利 你别担心 丁丁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嗡了一声 裴正也没再说其他的 陪着他一起等 换肾手术正常在三到四个小时 丁丁不停地看时间 紧张的手心里都是冷汗 裴正从旁轻声安慰 给他买了吃的 他一口都没动 下午五点三十五分 丁丁不知道 抵多少次开时间 手术室的大门打开了 从里面抽了一个护士 丁雪家属 丁雪家属在吗 丁丁本就注视着他 闻言瞬间弹起 我 我是 他太久没开口了 声音是哑的 咳了一下 才清晰了几分 我是丁雪家属 裴正跟他一起 来到手术室门口 我妈怎么样 护士摘下口罩 出声回答 手术前期都很顺利 但病人在一支新的肾脏时 突发排斥 医生们做了半个多小时的抢救 很抱歉 没有能够挽救丁雪女士 家属节哀 话音落下 整个手术室门口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朝着丁丁的方向看 裴正也是 丁丁一动不动 一声不吭 唯有脸色突然沙白 像是抽干了浑身的血 裴正拦住他的肩膀 紧张又心疼地叫了声 丁丁 说话间 手术室里面又有人出来 是护士推着病床 被洗到微微发白的白色被单 从脚盖到头 随之出来的还有一名医生 医生摘下口罩道 抱歉 没能救活患者 他朝着丁丁和裴正的方向喊手 丁丁的眼睛却纹丝不动地 落在白色被单上 他走上前 护士往旁边退 丁丁揪着被单一脚 慢慢地掀开 他看到熟悉的额头 熟悉的眉眼 继而是整张脸 不知是不是失去过多的缘故 丁丁的脸很白 丁丁一瞬间崩溃 腹下身抱住丁穴的身体 他以为自己会嚎啕大哭 可事实上 只有细微闻声的一句 声音从嗓子眼里移出来 大悲无声 世界仿佛被上了消音器 众人都看到丁丁悲痛欲绝的模样 可却听不到丝毫声音 他扶在丁穴身上 心底撕心裂肺 身体却做不出哭天抢地的模样 可他还是吓到了裴正 裴正上前拉他 丁丁 丁丁丁丁死死地抱着丁穴 像是长在他身上了 裴正用了力气竟然没搬动 他只能扶在他耳边的 丁丁你别这样 阿姨也不想看到你这样 丁丁的眼泪掉在丁穴脸上 滚烫 灼热 让他产生了错觉 丁穴没有死 他动着嘴唇 想说话 可是声音发不出来 裴正在去拽他时 他发出很低的一声乌烟 伴随着压抑到极致的声音 救救你们 救救你们 救救他 救救 救你们 医生跟护士 都是见惯了离别的场面 可饶是如此 人心肉胀 此情此景 医生只能道歉 护士红着眼眶上前 轻声说着安慰的话 丁丁又重复了一句 他看起来瘦瘦的 可力气大的惊人 裴正拉不动 护士也掰不开他的手 他固执地用这种方式 企图挽留 好像只要他不放手 丁穴就还有一线生机 直到手术室里面 再次推出了一张病床 同行的 还有曹主任 曹主任快六十岁了 一场手术下来 脸色比病人好 看不到哪里去 他来到丁丁身旁 扶下身说 小姑娘 对不起啊 没能帮你守住你妈妈 但是你要坚强 你还要看活着的人 一句活着的人 像是一把锤子 敲碎了丁丁 隔绝外界的屏障 他茫然地抬起头 转脸就看到了 另一张病床上的陈海峰 他还活着 有护士帮他提着掉屏 刹那间 他失声痛哭 哭声让所有人都跟着揪心 陪正将他拉到怀里 护士要把病床推走 他伸手取够丁血 陪正双臂用力 他挣不脱 在他怀里拼尽全力 最后脱力 陪正将他带到没人的地方 抱着他劝道 别怕 你还有我 我会陪在你身边 不要我妈 阿姨在 他会一直陪着你 你这样 他没法安心 他希望你坚强 你就坚强给他看 坚强 丁血从小教他的第一项技能 就是坚强 像是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丁丁用力地拽着陪正的衣服 他将他的头按到自己的怀里 任他嚎啕大哭 声音由大到小 从抽气变成平静 陪正抱着他的腰 他自己一松手 他就会摊坐在地上 手机铃声响起 两个人都没动 两久 丁丁抬起头往后退 陪正顺势松开手 邪目逆着他的脸 丁丁闷声说 你接电话吧 陪正把手机掏出来 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挂断 而后 抬手抹了下丁丁的鼻子 低声道 别哭 有事 我跟你一起解决 我先去看看陈叔叔 陪正不知道陈叔叔是谁 可嘴上很快答应 走吧 我跟你一起去 丁丁不想坐电梯 走步楼梯下楼 走得好好的 突然腿一软 要不是陪正眼急手快地 抓他一把 他直接就一头栽下去 陪正于今未退 看着他说 没事吧 丁丁整个人都是木的 摇摇头 他不敢再松手 抓着他的胳膊 下了四层楼 原本丁学住的病房 如今换成了陈海风 丁丁站在床边 千头万须 百种滋味 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 哽咽着道 陈叔叔 谢谢你 陪正认出陈海风 默默地转身出去 站在走廊一处 把先前挂断的电话 重新拨回去 电话接通 他出声道 亲哥 不好意思 我刚才这边有点事 林志 你到屋子他了吗 嗯 我下午两点多就到了 跟丁丁见面了吗 陪正抬眼看了下病房方向 慢慢拍说 我在医院 丁丁他妈刚才过世了 手机那头沉默 第三百九十七集 荣一经怎么也想不到 一夕之间 他那边是生死离别 昨天跟他通话时 他一声不吭 相比情绪已到了崩溃边缘 而他拒绝了他的无助 打着避嫌的旗号 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刻 将他隔绝在自己的世界之外 荣一经没有过这种体验 但他是聪明人 他能想象到 丁丁突然要挂断电话 那一刻的感受 因为正常人 不会向陌生人哭诉 更不会向陌生人求救 许是他沉默太久 手机那头的陪征主动说 我在这陪他 你不用担心 他挺坚强的 一句坚强 更是让荣一经如梗在喉 暗自提了口气 他出声道 我过去 中途有事 随时跟我提起 陪征低声说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 怕你们担心 你不用听他的 我去也不会准备你告诉我 你先陪着他 我这边过去 还有点时间 陪征应声 荣一经挂断电话 片刻迟疑都没有 起身出门 站在隔壁门口敲门 温哥华 才早上八点 敲了几声后 门内传来敏江西的声音 来了 不多时 房门打开 敏江西身上裹着 秦湛的水袍 头发还有些乱 一看就是刚从床上起来 他问 怎么了 丁丁他妈去世了 闻言 敏江西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睡意尽散 我今天回去 我跟您一起去 床上的秦湛 迷迷糊糊地叹起头 你是哪儿啊 敏江西转身往里走 一边收拾一边说 丁丁他妈去世了 我去趟乌斯特 秦湛光着膀子坐在床上 同样脸色微变 紧接着 看向门口出的容易惊 言语也在赶回来的路上 敏江西要走 因为这样的原因 秦湛拦不住 看着他只收拾自己的东西 出声说 我我也收拾一下 我跟你们一起走 敏江西抬眼道 你不留在这儿 等会儿下楼 跟我哥打上招呼 让他在这边再待两天 你在这边有事就别走了 我跟荣云进去就行 秦湛下的床 一边穿裤子 一边说 我跟你去 那伦慧山怎么办 我跟他先说一声 有声让他找我哥 他云淡风轻 脸上也没有丝毫的异样 敏江西心底还是高兴的 他倒不是故意试探秦湛 只是秦湛选择跟他一起走 他还是开心 行李收拾好 两人一起下楼 荣亦精已经先踏没一步下去 朕跟欧阳清和秦湛说话 欧阳清听闻 丁丁的妈妈去世了 又意外 又心疼 这孩子啊 命怎么这么苦呢 小小年级 怎么受得了啊 秦湛看向秦湛 不等的开口 直接到 你们走吧 这边我盯着 秀邦要是再耍花呀 你告诉他 但凡他在国内做生意 他做什么 我抢什么 包括他在国外的生意 我说到做到 秦湛心底诧异 秦湛想要报复一个人 可不是这种 慢刀子割肉的路子 前两天还想弄死谢友邦 不过 看到他身旁的敏江西 秦湛瞬间瞭然 虽然这两个人 都不是省油的灯 好歹敏江西 还能教秦湛 如何才能不破罐子破摔 欧阳清不跟他们一起走 荣一经他爸还在多伦多 他稍后要去接他 敏江西 秦湛和荣一经 当天上了返程回国的私人飞机 临走之前 秦湛给荣慧山打了个电话 荣慧山接通 阿湛 跟你说一声啊 我们有事要先回去 我哥留在这 你有事找他 荣慧山有些意外 走得这么近 出什么事了 江西一个学生的妈妈去世了 我陪他回去看看 哎 事情都赶在一起了 你们快点回去吧 我这边没事 不用担心我 告诉江西 别再着急 事事无常 大家尽人事就好 秦湛画风一转 你送他的礼物 我们收到了 请他谢谢你 荣慧山 送了敏江西一副 枫叶造型的麻脑耳钉 秦湛昨天晚上 亲手戴在敏江西耳朵上 越看越好看 连带着 对荣慧山的心意 也加分了不少 些什么 害得到老远 折腾来折腾去 面都没见过一次 来日方长 以后有时机会 秦湛跟他聊了一会儿 都是当着敏江西的妙 后来 荣慧山把电话接过去 也跟他聊了几句 敏江西看得出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 就像他跟成双 和陆玉池 从温哥华直飞夜城 十几个小时 敏江西几次 想给丁丁发个消息 最后还是没有 因为他有过同样的体会 失去亲人的痛苦 不是隔着电话的几句 慰问就能够缓解的 事实上 在这种时候 当事人连手机都不想看 就算是看见了 也未必想回 他能感同身受 容易经不能 或者说他慌了 他想不到 比飞机更快的交通工具 也忍受不了 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漫长煎熬 他不知道丁丁 此时此刻会多么的伤心 他只想当个哥哥 当个朋友 可是现在 哥哥没当好 朋友也没做好 他给丁丁发了微信 丁丁没有回复 容易经不确定 他是没看见 还是不想回 亦或者是单纯的不想理他 他给裴征发了消息 裴征倒是描绘 说他跟丁丁在一起 丁丁去太平间里 看了丁雪 大哭了一场 出来后就去看了 陈海峰 陈海峰醒后 听说丁雪死了 四十几岁的大男人 在床上痛哭 丁丁怕他把身上的伤口崩开 还要忍着泪劝他 陈叔叔 别哭了 你尽力了 一生也尽力了 我妈也尽力了 所有人都尽力而为 只有他 丁雪最亲近的人 却只能像个局外人一样旁观 他什么都帮不上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无能为力 陈海峰伸手挡住了眼睛 眼泪顺着脸颊 湿了枕套 伤心到极处 他哽咽道 你妈妈不该死 该死的人不是他 丁丁坐在床边流泪 悔恨自己 连仅有的寿命 都不能肆意地 分给最爱的人 陈海峰哭着说 你妈妈 是被他们给活活逼死的 该死的不是他 丁丁缓缓地抬起头 谁逼我妈了 陈海峰整个人 都在极度痛苦的情绪中 满脑子想的 都是丁雪生前的模样 他告诉过他 千丁万筑 绝不能跟丁丁说 可他憋不住 他无法忍受 丁雪就这样死了 死了 丁丁见他摇着牙 忍到浑身颤抖 上前握了握他的胳膊 陈叔叔 到底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我 陈海峰拿开 挡在眼前的手臂 双目通红地看向丁丁 开口说 你的亲生父亲姓严 严寒亲 他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人渣 败类 当年跟你妈妈 在一起的时候 骗他说是单身 直到你妈妈怀孕时 他才说自己有家事 儿子都上小学了 他让你妈妈 把孩子打掉 给了他一百万 你妈妈没收 跟他断绝关系 但他就是不放过你妈妈 纠缠了好多年 说会离婚娶你妈妈 陈海峰恨得牙根咬 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你妈妈傻 不要她的钱 也不要她的人 她就想靠自己 把你养大 严寒亲总来找他 被他老婆知道了 他老婆找人 去你妈妈工作的地方闹 搞得你妈妈 被人指着剂量骨 骂了多少年 他换一个地方 那些人就跟到一个地方 是想将他活活逼死 你妈妈走投无路 才来到乌斯特 他一个闽城姑娘 千里迢迢 跑到这亲戚都没一个的山上来 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 他总说 这是他的报应 是他差点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所以无论对方怎么做 这都是他该受的 这些年 追你妈妈的人也有很多 但他要强 怕中途再找 对方会对你不好 所以一直没结婚 严寒亲老婆总担心 你妈妈不结婚 是还在等他老公 对你妈妈做的那些事 我都不好意思说 说出来都是脏了嘴 他甚至用你的安慰 逼你妈妈写了一份保证书 内容是 再也不会跟他老公牵扯不弃 陈海峰是个很懂定学的人 也是最知道他受了多少苦的人 提到那些阿杂事 他的眼泪是愤怒 至于心不忍 也是恨老天 为何如此不公 丁丁却是一滴眼泪都没掉 像是所有的经历 都用在听经内容上 情绪平静的几乎冷漠 你妈妈去年无疫情后 检查出肾功能衰退 她给严寒亲老婆打了个电话 想送你去好一点的地方读书 严寒亲老婆 明知你妈妈生了病 她提出的条件 是让你妈妈嫁人 只要她结婚 就送你去外地读书 陈海峰眼泪掉下来 哽咽道 你妈妈是被逼到没法 才来求我 她怕我知道她生病要花钱 一直瞒着我 瞒到瞒不住 但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对不起丁丁 是陈叔叔没用 帮不到你跟你妈妈 对不起 眼泪滚落 丁丁没有知觉 不仅脸上没有知觉 浑身上下 都像是失去了知觉 默默的 唯有耳边 不知从哪里传来嗡鸣 那声音 鼓得她太阳穴 突突直跳 陈海峰下不去床 手臂横在眼前 默默地掉眼泪 丁丁把她盖好被子 轻声说 爸 你好好休息 陈海峰身体一颤 紧接着浑身颤抖 哭声压制不住 我妈不在了 以后我就只有你这一个亲人 也只认你是我爸 陈海峰哭着去摸丁丁的头 满脸是累的说 别怕 这个家没散 有爸在 丁丁抽了纸巾 帮她擦眼泪 你先好好休息 等你养好身体 我们一起送我妈最后一程 陈海峰说不出话来 唯有点头 丁丁坐在病床中 不多时 医生跟护士进来 给陈海峰换了一堆新的滴液 其中里面有助睡眠的药 陈海峰睡着了 丁丁从病房中出来 陈海峰坐在走廊椅子上 看见她马上起身迎上前 叔叔怎么样了 睡了 你也休息一下吧 多数个小时没合眼了 我想去看看我妈 这是她今天第三次说这话 陈征欲言又止 最后说了句 我陪你去 你要是有事就先走吧 不用在这儿陪我 我没事 你不是说去龙城有事 龙城那边的事不着急 你不用担心 你是特地来看我 还是顺路来看我 她哭得太多 眼白都是红的 看不清眼底神色 陈征一时间也辨别不出 她口吻中的喜怒 镜子道 我主要想来看你 其次才是工作 如果是龙衣金让你来的 你来过了 我这没其他事 你走吧 陈征渐渐感觉出不对 她的语气太过平淡 气听之下是冷的 她试探道 怎么了 我跟龙衣金的关系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她不是我亲戚的朋友 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陈海峰是谁 陈征被她说晕了 关键是察觉到她不对劲 微微俯下头说 丁丁 出什么事了 丁丁垂着视线 两久轻声道 谢谢你来看我 说罢 她转身往安全梯方向走 陪征怕她有事 一路跟着 问不出什么 关键也不敢在这种时候问 看着丁丁进了停视间 她站在外面 越想越不对 拐到没人处 打给容易金 容易金很快就接了 金哥 你认识陈海峰吗 无一例外 对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 随着容易金的声音传来 你说丁丁现在的我吧 裴正应声道 刚才丁丁进去跟陈海峰聊了一会儿 出来是怪怪的 她说你可能都不认识陈海峰是谁 闻言 容易金立刻就知道怎么回事 漏了 她的确不认识陈海峰是谁 当初言语找她帮忙的时候也只提过一嘴 怕是丁丁一死 陈海峰把实情告诉了丁丁 他现在在哪儿 你把电话给他 他要去看丁丁了 容易金沉默了片刻 出声道 看着他点 我们明晚到 裴正有些为难 我不知道丁丁家会出这么大的事 订了明天上午的机票去龙城 我家在那边 新弄了个公司 明天不少人都会过来 我替我爸出席 留在屋子都别丁丁 跟你爸打上招呼 明天客户准备签多少单子 我都给你付上 不是金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保护个忙 行 你开口我肯定要答应 等我跟我爸打上招呼啊 第398集 自从在手术室门口 听到丁雪的死讯 丁丁没吃过一口东西 也没喝过一口水 除了照顾陈海峰之外 还有跟医院对接 死亡后续的事宜 中途崩溃过几次 几次都是签字 各种确定丁雪 已经死亡的事实 裴正看着他 从最开始的颜面蹲下 到后来的手抖 再到最后的 流着眼泪把字牵了 他肉眼可见的 一次比一次坚强 可旁观者的心 却一次比一次柔软 如果成长是必须的 那么 以死亡为代价的 逼迫式成长 无疑是最狠心的一种 因为成长有多迅速 心被撕开的裂口 就有多大 手术室 听时间 科室 证明仿佛永远都开不完 当护士拿着一张单子 说是麻醉科需要签字时 裴正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他怒声道 你们有完没完 左一份 右一份还签不够了 家属没追究你们医院的任何责任 你们用不着迫不及待的匹性关系 睁开眼睛看看 他都什么样了 照顾照顾胡着的人吧 裴正在说这话的时候 丁丁去了洗手间 护士见他翻脸 没敢说别的 拿着单子掉头离开 丁丁离开快十分钟 裴正站在洗手间门口 给他打电话 他听见里面传来手机铃声 过了会儿 丁丁接通 他出声问 还好吗 我没事 你走吧 裴正放轻了声音道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你心里都不会好受 我不会打扰你 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 我一直都在 丁丁把电话挂了 站在洗手间外面的裴正 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 那样伤心 痛到了极处 可骨子里又怕给别人添麻烦 不想吵到其他人 所以就连放声大哭 都只有在手术室门前的那一丝 闽江西一行人 从温哥华上了飞机 没有飞深城 而是落地夜城 严宇从迪拜飞回来 也是落地夜城 因为都是差不多的时间上的飞机 飞行时间也都是十多个小时 自人在夜城碰了面 立即马不停蹄的上了飞乌斯特的飞机 荣医精跟严宇的关系不用多说 秦湛跟严宇也认识 只有闽江西 他是第一次见严宇 知道他跟丁丁是同父异母之后 再看面相 总感觉有那么三四分的神姿 只是丁丁身上 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常人气息 而严宇身上 却跟秦湛和荣医精 散发着同一种类似的味道 如果把丁丁和严宇摆在一起 饶食神也不会觉得 他们是一家人 荣医精看到严宇 半句客套的话都没有 开口并问 你妈当初答应送丁丁来申城读书 知不知道丁雪得了身衰竭 严宇从没当 我给他打电话 问他怎么回事 他刚听到丁雪去世还不相信 以为是假的 他一直以为丁雪说得了重病都是假的 所以才说让丁雪嫁人 我 荣医精脸色一遍 你说什么 言语也是烦躁 去年丁雪突然主动找我妈 说是想从丁丁到大城市读书 正赶上我爸妈那阵子吵架 我妈怀疑 肯定是我爸跟她又怎么样了 我妈这些年最忌惮的就是丁雪 以为丁雪要拿丁丁搞出什么事出来 丁雪在电话里提过一句生病 可能活不了多久 只想让丁丁考个好歹的学校 以后能自食其力 我妈没往心里去 就随口说了句 让丁雪结婚 她就同意把丁丁接出来 字话一出 秦湛跟闽江西皆是沉默 荣医精更深 脸色都变了 这是闽江西跟他认识这么久 第一次看见他面红耳赤 秦湛更了解他 知道如果对面不是言语 可能容易经得脏话 已经骂出来了 就因为憋着 这口气没撒出来 才会上脸 严宇本身也十分尴尬 主动道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妈之前只说 要接丁丁出来 我还纳闷 她怎么转性了 严宇没有撒谎 正因为知道 他妈妈是什么脾气 才觉得丁雪跟丁丁这些年 肯定不好过 能把丁丁接到深层读书 他双手赞成 谁知道 背地里还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错没问 丁丁那边 现在怎么样了 荣医精敏着唇办不回答 秦湛也不答话 敏江西实在挨不过 出声问 荣医精的朋友 目前带乌斯特陪他 陪真吗 有他在也好 他要是真心对丁丁 我认他当妹夫 他话音刚落 荣医精突然开口 你配当人哥吗 你爸都不配给人当爸 你哪来的脸认妹夫 敏江西见惯了 荣医精和颜月色的模样 没见他翻过脸 秦湛和言语不是头回剑 只不过 言语是同一次被荣医精当面错 脸上挂不住 眉红着说 你冲我是什么剑 我也是刚知道的好不好 我一听说 就马上从地板飞回来了 我想让丁丁他妈出事吗 荣医精冷嘲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当哥的对自己妹妹的事 一问三不知 你还挺有理的 言语侧头盯着荣医精的脸 像是哽了下 慢慢拍回答 我也想知道 我跟丁丁连面都没见过 你告诉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让我妈发现我背着她 打听丁丁的事 倒霉的只是丁丁和她妈 荣医精从冷嘲 变成了冷笑 能别跟我听你妈了行吗 言语也拉下脸 你什么意思 现在连我妈也想骂 我想骂你爸 言语提了口气 吵什么 不能把死人吵活 解决不了问题 就闭嘴 敏江西觉得 说话最难听的人是秦湛 可荣医精和言语都没有出声 各自避开脸赌气 从夜城到乌斯特 又是六七个小时的飞机 这几天几乎都在飞机上渡过的 还都是长途 好腰都作废了 敏江西不着痕迹地挺了下背 秦湛侧过头 腰疼 还好 她伸手 比住她的后腰 不轻不重地揉着 不疼 没事 我胳膊累 正好等她 终于下了飞机 大家各自开机 隆一经打给裴正 言语接了她妈的电话 埋怨她做事不留余定 如果丁丁知道 指不定要变成什么样 敏江西报完平安 看到秦湛在打字 说了句 我刚跟家定说了 荣慧山 荣慧山掐着时间点发来的消息 她只回了一个字 到了 一行人抵达乌斯特 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 片刻不停地赶到医院 荣一经看着不动声色 实则越近越慌 说不上来为什么 就是觉得难以面对 言语的表现就更直白了 她主动对敏江西道 那个 江西 我听荣一经说 丁丁平时跟你关系好 早先见到丁丁 还要麻烦你 帮忙多劝劝她 我怕她想不开 敏江西如实道 我不知道怎么劝她 言语碰了个软钉子 兴兴地说 我妈性格是不好 不然我爸 也不会早年就想跟她离婚 谁知道她有事没事 让丁丁她妈在家呢 敏江西沉默 内心无比平静 也不是她想冷心冷肺 实在是经历过痛彻心扉 没办法再随时随地地掀起波澜 她什么都没说 脸上没有表情 秦湛却突然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干燥 温度却不高 敏江西侧头看向她 轻声问 冷不冷啊 秦湛回了句 能挺住 她是怕冷的人 汉城零下三五度 她都要骂风水不好 更何况乌斯特晚上零下十几度 她抬起另一只手 双手握着她给她取暖 搁着平肠 荣医精的酸话早就来了 如今她却视而不见 从下飞机到给裴正打完电话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 言语跟她在飞机上吵了一架 互不搭理 也就是敏江西跟秦湛 天生有屏蔽别人的功能 换做其他人早就难受死了 机场到医院 又开了半个多小时 下车一阵冷风席卷而来 秦湛下意识地将敏江西 拉到自己左侧被封住 敏江西抓住她被风吹起的风衣一摆 四人分三组 前后往医院里走 电梯打开 荣医精最先滑出 还没锁定位置 就听得一句不大的声音传来 荣医精转头 看到从走廊一侧走过来的裴正 裴正又跟其他人打招呼 郑哥 嫂子 宇哥 看到秦湛和敏江西不稀奇 看到严宇也来了 手上还大包小懒的 又是鲜花 又是果蓝 裴正眼底闪过了狐蝇 丁丁呢 在病房里 严宇抬手 拍了拍裴正的肩膀 这边可以辛苦你了 不辛苦 裴正和荣医精 心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虚 来的时候抢在最前头 如今到了医院 却都不敢主动打头针 还是敏江西 轻轻敲了病房的门 不多时 房门打开 露出丁丁那张熟悉的面孔 短短几天不见 他像是整个人都熬得精神恍惚 愣了下才说 明老师 我们来了 短短四个字 丁丁眼眶骤然发热 用力地握着门边 敏江西上前一步 抱了抱他 狠轻的声音说 没事啊 我们都在 丁丁原本已经视线模糊 可到最后一刻 突然看到 从走廊中拐过来的荣医精 他身旁还跟着个陌生男子 刹那间 他憋着想哭的情绪 眼神也从毫无防备到不满警惕 荣医精看见了 看得清清楚楚 他走上前 开口说 家里冲着这么大的事 也不告诉我们 知不知道大家多担心 丁丁垂下视线不看他 也没回答 敏江西轻声问 病人休息了吗 没有 我爸醒着 你们进去吧 他浅身 敏江西跟秦湛迈步往里走 荣医精刚要上前 他却先一步跨出去 顺道把门带上 荣医精见过他的自卑 怯弱 小心翼翼 第一次见他如此强势 没说一个字 但身体的行为 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等他开口 他率先抬头 目光落在言语身上 肿着的双眼里 无波无览 只是例行公事地问 请问你是谁 言语肉眼可见的紧张 提了口气 声音慢了几秒才发出 丁丁 对不起 丁丁面无表情 你是谁 某人如梗在红 我调言语 丁丁紧密的唇绊 控制不住地发抖 眼眶也被逼出了眼泪 他极力隐忍 克制着想要大声谩骂 冲上去撕打的冲动 眼泪掉下来 荣医精美心一聪 低声叫了句 丁丁 丁丁开口 你们走 对不起丁丁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是带着倩义来的 包括我爸妈 我带他们向你道歉 对不起 裴正文言 心底咯噔了一下 脑子转了个弯 马上弄清原尾 荣医精神边 怎么会突然多了个名不见经传的妹妹 感情是严家的私生女啊 丁丁看着严语道 我不要你们家的道歉 你们也别再出现在我和我妈的面前 丁丁 严语对你从来没有怀心 他也不知道他妈跟你妈谈了什么样的条件 你能去生成读书 他是最开心的一个 三连五身一定要照顾好你 丁丁可以指示言语 却无法指示荣医精 她没看她 过了几秒 出声道 我没法感谢她 但我确实要感谢你 谢谢你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 欠你的钱 我可能一时半少还不完 你放心 我一分钱都不会差 说吧 她朝着荣医精的方向鞠了个躬 许是头垂得太低 她有片刻间的眼睛一黑 所以没能马上直起腰 荣医精却体会了跟言语一模一样的感受 如梗在喉 忍不住抬手 抓住她的手臂 她沉声问 干什么 连我都要牵挪 丁丁这一低头 涌上来的不光是黑暗 还有难以言语的伤心 尤其是被荣医精碰触的地方 她不敢留恋 动作幅度不大 却坚决地抽走手臂 看向言语 你走吧 我妈不想看见你 说着 她又慢慢地将目光移到了荣医精身上 很轻的声音说 你也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说完 她转身进了病房 余下被挡在门外的荣医精和言语 还有几米外的陪征 三个男人站在走廊里 有好一会儿都没人出声 别说出声了 连动作都没有 言语是意料之中 丁丁不可能不恨她 能心平气和地跟她讲话 都得说是丁学把她教育得好 她把手上的东西放在走廊的座椅上 迈步往护士站走 询问了802号病房 还有哪些未清缴的款项 不等护士查看 她带了张名片 直接道 我先存200万进去 不够 你打上面的电话 护士愣住 荣医精走上前 对护士说 别理她 她有病 言语正在气头上 你他妈才有病 荣医精十分冷静 别恶心她了 行吗 第三百九十九集 丁丁两天两夜没休息 陈海峰叫闽江西 把她带走 丁丁想留下陪护 你要是听我的 就去休息 你在这儿 我反而睡不好 我已经请了陪护 今来我跟您起注 丁丁实在是拗不过 临行前嘱咐陈海峰 有任何事情随时给她打电话 陈海峰微笑 去吧 不用担心 三人一起出了病房 走廊中没人 一拐弯 就看到了黑咕隆咚的安全梯旁边站着个人 几个人正在抽烟 丁丁一走一过 似乎扫见了容易惊的脸 没看清 在等电梯时 只有陪真过来 先是跟秦湛和闽江西打招呼 而后看向丁丁 你去酒店休息一下 这边我看着 我还有为你走了 这几天耽误你好多事 你快去忙自己的吧 龙城那边不用我去了 我现在没事 有的是时间 二哥帮忙请了护工 你也一起走吧 这两天都没好好睡觉 电梯门打开 闽江西带着丁丁走进去 秦湛也给裴征使了个眼色 裴征想说安全梯 那里还有两个人呢 但是聪明 没有调明 跟着进了电梯 四人进了医院对面的酒店 这里原本就有两间房 一间是陈海峰给丁丁开的 另一间是丁丁给裴征开的 这会儿人多了 丁丁非要出钱 单给秦湛开一间 不用 我自己来 丁丁很执拗 我来看 别跟丁丁争了 房间在不同层 闽江西跟丁丁掀下电梯 刚一进屋 她突然说 呀 怎么了 明老师 你先坐一下 我忘了买水 你还需要什么 我一起买回来 闽江西把房门关上 出声道 不用麻烦 不是有热水壶吗 我们烧水喝 楼下就有超市 很快 闽江西把她往里面推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 我去烧水 她拿着水壶 快步地进了浴室 接水的时候 忍不住鼻酸 她不怕一个人扛 就怕有人千里迢迢地跑过来 陪她一起扛 她偷着抹眼泪 不敢出声 洗手间房门 却突然被人敲响 丁丁 马上应了一声 怎么了 明老师 我可以进来吗 丁丁把眼前的泪擦干 关了水龙头 脉步打开门 宁江西走进来 手里拿着个东西 是块红绳穿着的 彩色石头 她出声说 这是你成双姐 从国外庙里求回来的 说是幸运时 也能保平安 还能求财 反正按她的话说 看你缺什么 缺什么保什么 送给你 丁丁嘴里还泛着酸 带着鼻音回了去 成双姐送的 你留着吧 明江西把石头 塞进丁丁的手里 我希望你以后 一切如意 平安顺遂 丁丁眼前的视线 瞬间模糊 明江西上前一步 抱着她说 别怕 都会过去的 丁丁抱着明江西 到底是没人猪 哽咽出声 我没妈妈了 我好想她 明江西目光清澈 语气也十分平静 轻声道 我也没有妈妈 二十年了 我也好想她 丁丁抽轻 明江西拍着她的背道 人是群居动物 但成年后成堆结派的 往往不是亲人 因为自己的路 终归只能自己走 你妈妈陪了你十九年 我妈妈 只陪了我六年 丁丁不会说劝慰的话 却用力抱紧了明江西 明江西但笑着说 我才是真的没事 时间久了一会发现 多疼的记忆 都能一笑而过 所以别害怕 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是暂时的 丁丁被明江西的冷静 和信誓淡淡所影响 哭声渐响 明江西帮她擦了擦 脸上的泪 生老病死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活着 好好活着 替她们多看两眼未来的世界 反正早晚有一天 都要再见 多攒些新鲜事 省得到时候没有话聊 她口吻太过云淡风轻 一致丁丁刹那间的恍惚 觉得死亡也没什么可怕 靠在洗手台边上 丁丁垂着视线说 你这么好 你妈妈在天有灵 一定会很安慰 我求怕 我妈离开的时候 心里想的还是我以后要怎么办 她吃了那么多苦 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连给她出口气的能力都没有 别低估你妈妈的本事 她要是想出这口气 可能早就出了 她是不想把生活搞得鸡飞狗跳 这样就算赢了 可能怎么样呢 你也未必会以她为荣 我永远都会以她为荣 她不小心做错过事 但她一辈子都在迁就 退让 她说过 好心办坏事也是坏事 不小心办的错事 也是错事 不要为自己找借口 有错就认 她真的没想过跟人生 为什么要这么逼她 你在试图给人性找理由 为什么要强奸 为什么要杀人 为什么得不到的东西 将毁掉 他们总有他们的理由 你就算知道 也理解不了 我不会别成我妈这样 都说人善被人欺 她就是被人问我欺负死的 有能力才能掌握话语权 拼命加油吧 这样能伤害你能力越来越少 弟弟抬也道 明老师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妈生前就不欠 严家一分一毫 我也不想签 金哥是因为言语才帮我 你能先听我把钱还给他们吗 我知道这是一大笔钱 可能我以后十年二十年都未必能还金 但我一定会努力还 明江西一丝犹豫都没有 没问题 我还有个事想问你 什么事 等你妈妈后事处理完以后 你还想来深城吗 丁丁垂目犹豫 明江西也不急着出生 等了能有快一分钟的样子 丁丁开口 我想去深城 但我要等过年之后 现在我爸身体没恢复好 我要留在这边照顾他 这段时间的课就线上上吧 明江西过去唇角 我等你回去 谢谢你 李老师 你知道一共上了多少节课吗 我把钱打给容金 我借在本子上 本子在深城没带回来 没事 公司有记录 我等一下转人问问 说话间 他当着丁丁的面 给秦湛打了通电话 秦湛接通 他出声说 你帮我要一下容金卡号吧 秦湛微顿 干嘛 我把他给丁丁买克的钱打给他 哦对了 再问一下他太阳城的房租多少 我一起给他 秦湛对面坐的是容一金 房间静谨 容一金听得真切 秦湛停顿两秒后 应声说 电话挂断 敏江西雨光 撇见丁丁有些惊诧的脸 问 怎么了 丁丁丁没想到 敏江西这么狠 连房租都一并给 摇头 没怎么 你想得清楚明白 咱们就跟他算得干净利落 以后碰面 不用觉得抬不起头 他对你好 你对他也不差 丁丁丁丁丁一点铺 心里突然像锥刺般的疼了下 这就是所谓的一刀两断吧 同一酒店 同一间房里 秦湛放下手机 看着一旁面色灰暗的容一金说 听见了吧 考考给我 容一金眼皮一心 漂亮的毛子里竟是压抑的不爽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秦战一本正经的说 可能是八百年不做一次好事 遭报应 荣一惊醋眉 我又不知道眼家那些破烂事 秦战打断 你不知道 荣一惊改口 我说我不知道言语他妈跟丁丁他妈都说了什么 你早就知道丁丁跟严家的关系 还骗他跟他后爸是好朋友 现在严家惹出的事 你想独善其身可能吗 荣一惊心烦 不知是烦自己冤 还是烦秦战那副落井下石的口吻 他出声说 我对他不好吗 关心他学习 还要关心他生活 对自己亲妹妹也就不过如此吧 他现在连房租都要跟他算清楚 哪怕他早知女人翻脸如翻书 可丁丁做到这一步 他总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秦战低头看手机 随口说了句 你还关心他的感情问题 包找对象包分配 他要是再大几岁 怕是你连嫁妆都准备好了 提到这茬 荣一惊沉默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丁丁心里想什么 他这么善良的人 怎么会轻易地株连九足 他能把裴针喊上电梯 就是知道人情冷暖 但他独独跟他撇清关系 当然 他替言语办事占主要 可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他把裴针塞给了他 八成早就想找机会 跟他一刀两断了吧 房间里突然陷入静命 秦战眼皮一心 后悔啊 荣一惊拿起茶几上秦战的烟盒 抽了根烟碟上 出声道 跟女人战卖的事 我从来没后悔过 秦战眼带嘲讽 说话别说得太晚 你现在干嘛呢 荣一惊吐了口音 在想我是不是真的 八字里跟好事不合 怎么做回好事 还做得自己两头不是人呢 把丁丁给得罪了 也把言语给得罪了 现在丁丁嚷着还钱 言语倒是不敢把钱给他 现在在医院走廊里发神经 问他对丁丁做了什么 为什么丁丁不想看见他 还用问 不是姓严的 他至于吃锅烙吗 秦战莫名的被戳冲了笑点 坐在沙发上发笑 荣一惊烦躁 别他们笑了 笑个屁 笑得他心烦 秦战总结了一句 常年玩鹰 还被个小麻雀给啄了眼 你少往口里带我 我跟谁都不清不楚 唯独跟他千千百百 就是这样才有问题 狼不吃肉改吃素 你说是狼的问题 还是菜的问题 荣一惊瞪向秦战 微眯着毛子道 瞧你这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偷偷摸摸甩掉你的大舅哥 心情很好是吧 秦战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大舅哥说的是江东 他们从温哥华走得急 敏江西决定 走的时候才给江东打个电话 他知道江东不可能跟他们一起 但是能甩掉他心里还是高兴 沉下脸 你晚上在厕所吃的饭啊 这回轮到荣一惊笑了 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你跟江东 竟然成了联金 你上哪儿说理去 现在他爸跟小米小姨的事 还没报出来 等到风声传回真诚 秦战一负 他刚去厕所吃完饭的表情 伸手摸了根烟 两人互相伤害 用彼此看不见的鲜血 来温暖自己拔凉的内心 楼下房间 敏江西跟丁丁并排躺在床上 床不大 一米二 两人挨得挺近 敏江西本是孤僻的人 不习惯跟其他人这么亲近 也幸亏被秦战操练了这么久 如今倒也不至于局促不安 关着灯 看不见对方脸上的表情 只听到丁丁小声说 明二师 自从知道我妈去世前 经历过什么 我现在满心想的都是努力 变强 我恨不得现在就坐起来 背三百个单词 做十套卷子 我想等到有一天我足够强 可以站在那些 伤害过我妈人的面前 狠狠地伤害他们 你说我这么想 是不是错了 没错 伤害过自己的人 为什么不能伤害回来 我没有不是圣人 普度不了众生 有时候连身边人都照顾不好 丁丁轻声一语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这样 你比我善良 我成不了你 你也成不了我 说好听见叫善良 其实是没用 气急了 也说不出厉害的话 窝囊得自己都来气 坏人才会因为你善良欺负你 我们都是因为你善良才喜欢你 永远别觉得善良是错 不知道多少人学都学不会 丁丁有些迷惑 敏江西赞同她的仇恨 也鼓励她善良 可她又怎么一边善良 一边恨着别人呢 丁老师 嗯 要是你哪天突然发现我变得不好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不想失去你们这群朋友 敏江西在黑暗中摸到了丁丁的手 我知道 记着我今天的话 你会比我好很多 因为在她最绝望 最迷茫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过她 要怎么一边善良一边恨 所以她用恨意 均称着自己成长 一度把自己锁在 生人物尽的牢笼里 要不是秦湛让她相信 原来这世上 还会有个完全陌生的人 愿意受着伤接近她 近乎无条件地纵容她 她也不会是今天这种心态 丁丁握住敏江西的手 我会加油 敏江西轻声说 只有你足够强大 你喜欢的人 才能看见你的好 你讨厌的人 才会害怕你的好 丁丁合上眼 变强 变强 她要攒够很多精彩的故事 等到以后见了丁雪 慢慢地说给她听 也会很高兴 是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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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